各位好 欢迎来到Linux核心设计 实作课程说明 我是黄敬群 在这一次的课程说明中 我想跟大家探讨 我们两门课 一个是Linux核心设计 另外一门课是新开的Linux核心实作 这两门课的相关注意事项 以及你为了参加这门课 应该要做的 努力 伴随着过程中的态度 这两门课是开设在 国立程度大学 资讯工程系大学部跟研究所 你可以看到封面的时候 你会好奇这个是什么意思 其实我想跟大家传递这个概念 就是说学习Linux核心 其实就像打疫苗 应该你就觉得很不舒服 因为它真的非常之复杂 你可能很难想象一个 专案 像Linux核心这样的专案 你可能想象说 你会知道它的程式码非常复杂 但是你可能很难想象它的规模 它规模 统计到2022年1月底的时候 这个程式码规模正式超越3000万行 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规模 我给大家做参考 上个世纪大概1997年的时候 我在学习 刚开始在学习Linux核心 那我们那时候看到的原始程式码 大概是50万行 然后但是你可以看到现在规模 已经到3000万行 从50万行到3000万行 绝对不是只是差个几十倍 绝对不是这样的差距 你要知道就是当程式码规模 扩充10倍 20倍的时候 这个难度很可能是更大幅度上升 而且Linux核心发展到现在30年 不是只是增加 其实过程中 其实有删去很大的程式码 意味着说 Linux核心累积到现在3000万行 其实是一直加价减减 然后一些过期 或是开发者认为说 没有必要的东西 其实就会删去掉 所以它不是一个 单纯一个线性的累积 所以这里导致说 各位在学习的时候 真的是 你会感受到它的困难处 然后更可怕的地方是什么 Linux核心 大约每个10周到12周 就会发布新的主要版本 换个角度想 你打疫苗的时候 你看你第二季跟第三季之间的 见得是12周 对不对 你发现什么 Linux核心发布新版本 新的主要版本 比各位打疫苗还快 那你可能很难想象 我们直接给大家看 Linux核心的网站 然后Curnal.org 就是整个Linux核心 原始码发布的地方 你可以刚刚说 今天是2月12号 2月12号你看 前几天就发布了新版 其实是同天 因为我们跟美国西部 差了16个小时 所以你看 其实今天就发布了 5.15.9 但是过去像5.15 5.10 5.4 4.19 甚至到4.9 这些东西都是有发布 我们刚刚讲的10周到12周 是讲主要的发布 但是事实上 这些小版本发布 是时时刻刻都在进行的 那你要知道这个 所以你要做好这种心理准备 就是Linux核心 它是一个快速移动的标的 我们称为叫moving target 所以你想要就是 你对着一个固定的把 你不见得都可以设得到 对吧 那你现在是面对一个快速移动 那所以 你以前是针对一个固定的把 那现在就像是 一台车 但这车它不是台铁 它是高铁 所以你可能是面对一个非常快的标定 所以不要试着 把目标设定成 我要理解全部的Linux核心程式吧 因为即便是Linux Plus Linux核心的创始人 发明人 它不见得可以了解每一个部分 所以你要把这个设定说 我要了解Linux科隆的每一个面向 这其实是很不现实的 那我想呢 其实我做法就像打一秒 我让你局部感受到一些 一些冲击 但是这个冲击不会太大 然后过程中呢 你可以依据你的兴趣 比方说你对电脑网路 你对资讯安全 你对电脑图学 你对像这种 相关的这种计算机的架构 你对这个部分呢 有更多的掌握 然后呢 Linux核心是一个极大层 然后呢 在介绍这个课程之前呢 我想提醒大家 就是作为一个资深乡名 这个我玩BBS呢 应该是从1996年吧 1996年我就开始在玩BBS了 然后呢 这个PTT呢 这样的BBS我当然会逛 那除了BBS以外呢 我也看这个靠比系列 迪卡我也有 怕有同学不相信的话 好像常常就有问 有时候就问我这个 问这个问题 我说我没有迪卡帐号 我有啊 你看 这个 怕你不相信 还特别点开给你看 对吧 就是你看 这个你看 我真的有在看哪 而且我真的就是有在发布 发布的帐号 所以我想提醒各位啊 就是欢迎你对我的课程呢 提出一些想法 然后 我没有像唐风那么厉害啊 所以没办法控制你的脑波 但是呢 我会看这些东西啊 BBS啦 靠比系列的啦 第一卡啦 所以呢 如果你要发文的话啊 请你 请你下笔的时候 注意一下啊 就是我可能会回复你啊 然后呢 就是呃 也许呢 你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课程 或者注意到这系列的 呃 Ninus 核心色系列的这种技术啊 那但是我想也要提醒你啊 就是说呃 你跟我呢 很可能早就有接触了啊 因为你的手机里面有我过去开发的软体 然后呢 甚至说你现在用的手机 它背后的这个机密机器啊 跟它的相关的控制系统啊 好 那我也有我这个 可能也有我的金手痕迹 那我过去呢 在一些单位呢 担任呃 技术顾问 那其实这些就包含说 像是呃 苹果供应店 我不能去确切告诉你 讲哪个部分啊 但是跟刚刚讲的 就是跟这些机密机械控制的 有关的部分呢 其实我有参与到 好 然后我有空的话呢 我也会发表一些 就是睡不着觉 就在PDT发几篇好了 然后好像也有些网友在看 好 会非常感谢大家 那如果说呢 你对这个 就是发现说呃 PDT有些题材 可以试着让 就是适合我来来回复的话呢 你也可以来 你就标 然后我可能就会注意到 好 然后呢 这个呃 对我来说教书呢 是真的是人生一个 我觉得很大的意外 就是呃 活到现在40岁 然后教书到现在不小心快10年 就是现在教书迈向第10年 也就也就说呢 光是成功大学 就在我人生占了呃 超过四分四分之一的时间 哦 然后呃 我在2002年 我从成功大学休学 然后2016年的时候 回到成功大学讲课 然后那这过程中 其实我遇到很多诗 然后这边呢 我想要用小野 就是你可以看到 这边小野的那个 呃 用他的书 小野跟他的 作家小野跟他的女儿 一起写一本书叫 爸爸我要休学 那这本书呢 呃 里面有句话 我觉得很值得跟他分享 就是说呢 真正的教育 是给学生足够的支撑力量 足够的表现机会 足够的信心 很欢乐 那抱歉 我没办法给你欢乐 那但是我可 可能可以给一些信心 你想想看哦 你现在要开发一个软体 要被世界很多人看得到 想想 光想这件事就觉得很困难 对吧 你很可能因为这件事就 呃 就 就 没办法往前进了 但是呢 透过开放原始嘛 透过Linus核心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管道 你想想看哦 Linus核心 在世界各地的很多装置 包括说手机啊 数学电视 反正就很多了 那甚至在天空飞的 不然说SpaceX里面的火箭里面的控制系统 其实也是执行Linus 所以即便呢 对Linus核心只能贡献一行 只贡献了一行 但没关系 这个呢 扩充的规模是很大的 所以我也希望说 引导学员呢 可以在这门课 真正对Linus核心做出贡献 那过去呢 呃 这门课呢 开到现在第四年 然后我们在去年呢 很荣幸的就是 有四个同学 对Linus核心做 做了一点小贡献 然后我们希望今年可以继续 那我想这也是教育带给大家的 就是 其实现在的学校能够教的东西 你在很多管道都可以学习到 你打开YouTube 打开很多线上的那种 呃 OCW这种课程 你都可以学习到 但是呢 这种表现机会 这种这种支撑的这个力量 我想这是学校 呃 最重要的 因为 学习的确是你的事情 大家大家就告诉教育 的确是 学习靠自己 很多时候是靠自己 但是呢 这种这种表现啊 跟这种支撑力量 忘了你学习要同侪 或者说师生之间的这种 呃 互斗吧 好 更刺激 好 然后那我过去呢 就做了一些电脑的软音题设计 好 那我开课呢 也开始开这些相关的课程 好 那呃 今年比较特别一点 好 就是今年刚好是我回呃 成功大学 呃 借满十年日子 好 那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我今年会发表一篇一本电子书 好 那这本电子书就围绕在 呃 Linux核心 然后这本电子书呢 也会是今年 Linux核心设计 实作 课程的 教材之一 那呃 呃 其实十年前我刚刚来成功大学的时候 其实我 真的不知道怎么教大家 所以我那时候敲的东西呢 其实还蛮单纯的 就是说 呃 我过去做了软体设计呢 我就把学生 我就做软体设计 然后就把学生关在 下面画面中看到那种教室 这这间教室是我们过去的系图书馆 就是在我们成大总图书馆建好之前 2001年建好之前 呃 我们各系其实有各自的图书馆 这个是 呃 资讯工程系的图书馆 那我以前就在这间 呃 图书馆读了 读了 蛮多电脑书 那给我很多回忆 所以我回来学校教室的时候呢 就 其实真的不知道怎么教 把学生关在里面 啊 设定一个目标 好 比方说叫你开发一个 四种飞行器 叫你开发一个作业系统 核心叫你开发一个导致系统 好 诸如此类 好 那就把学生关着 好 关着这样教书 好 所以如果说你对我过去的课程 有兴趣的话 你发现其实过去过去的课程 好像没有教材 对 好 为什么没教材 呃 其实有啦 有教材 你们看到画面中那个什么 苹果西达啦 啊 那个可口可乐啊 还有一堆那个零食 啊 零食没有放在桌子上 就零食是放在那个 放在桌子上 好 那所以过去呢 其实教材是这个 就是呃 呃 原则当就是带着 大家真的把东西做出来 好 那如果呢 呃 过了这几年之后呢 就比较了解该怎么系统性的去教学生 好 所以我们后来也 陆续把一些教材呃 线上发展 然后也呃 邀请了呃 各界的 就社会各界的人 好 不然说已经在工作的朋友们 好 一起来学习 这些Linux 还有相关的系统软体的知识 好 那我事实上呢 第一个教的学生呢 是张博成同学 好 那他给我很大很大的震撼 呃 这个故事呢 要回溯到这个 2012年 呃 其实在2010年的时候 我们系上的苏文玉教授就跟我谈过 那时候他邀请我回 成功大学 咨询工程系演讲 然后他就跟我提到授课的事情 那不过各位也知道就是 学校跑一些流程其实蛮复杂的 好 那总之就是2010年 苏 苏文玉教授跟我提到说 呃 开课的事情 但是我真正开课呢 是2012年的9月的事情 那中间呢 就是刚刚讲的 跑一些学校流程 那所以比较 比较复杂一点 尤其你也知道就是 像我这种没有读过书的人 其实跑流程蛮困难的 我让很多系上的教授 我也花很多力气 感到相当抱歉 跟感激 然后那在我9月正式开学之前 大概是7月底 那7月底我那时候 在系上跟一些老师有接触 然后呢 有一个家长 就让我影响很深刻 他就说他儿子呢 想要跟我一起学程式设计 好 那因为我听过很多那种客套话 就是在我教授之前 我就听过很多客套话 什么想要跟我一起学习 反正我通常都是听听嘛 我就说我就跟那个家长说 好吧 那就你就你就下周吧 好下周三 我会来学校 你就跟我找跟你儿子 就是请他过来找我 然后呢 到了那一天约定的下 那个约定的下 星期三的下午呢 那个妈妈呢 还是来了 然后带着她孩子 然后带着孩子的时候 我就真的吓呆了 就是他怎么 他怎么 那个 就是肢体 就是肢体的障碍 然后呢 我发现好像不是单纯的肢体障碍 我发现说 困难是他看不到 对没有看错 他看不到 那詹博成同学呢 是我们成功大学 创校八十几年来 第一位 就是创校八十年的时候 他是第一位 全盲生 而且呢 跟很多全盲生不同 一方是 其实全盲生这件事呢 我在台中中有遇过 那但是过往很多全盲生呢 他们会选择是去做政治啊 文化啦 或是一些就是 甚至同路的盲人教育的领域 但是詹博成同学呢 跟我讲一个很明确 他就是想要念咨询工程系 他就是想要写程式 甚至他想要做硬体 就是他说如果他可以的话 他想要自己设计 给盲人用的硬体 然后这个 说到我那时候听到 就是2002年的那个暑假 我听到真的是吓傻了 就是第一个呢 我根本就不知道怎么教书 第二个是 连眼睛考的 我都不知道怎么教写程式 跟设置什么 就是像现在 他是全盲 而且詹博成同学呢 其实不是只有全盲而已 跟困难的地方是 他的耳朵也有障碍 那他的肢体是萎缩的 那你可以看右下角 可以看到那个报道 那所以简单说呢 詹博成同学呢 是我在乘户大学 真正第一个教的学生 全盲 听力障碍 然后还有一些肢体萎缩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我事实上要跟过去互动的时候呢 其实我都是要透过这种 就是耳朵直接靠在旁边 当然那时候没有COVID-19 就是耳朵就靠在他旁边 我记得那时候刚教 刚去教这个詹博成同学的时候呢 因为真的没有教育的耐心 没有那个热忱 所以有时候我就是 叫詹博成同学Linus 因为对Linus来讲 对詹博成来可能会比较友善 因为毕竟就是 不用看那么多图片 就是很多你知道 就是很多coming line 但是呢 因为詹博成同学 毕竟是2002年那时候 其实接触Linus没多久 然后所以有时候就遇到那种 我就是骂了老半天说 你怎么上礼拜教东西 你现在不会 那是这种话 然后没想到什么呢 詹博成同学听不到啊 对不对 就是我刚提到 他听你有障碍 你要叫很近 但我骂的时候 不会在耳朵旁边骂 我没有试过这种事 反正我就很深情地骂 但我骂了 可能骂了好几分钟之后呢 詹博成同学呢 在转头看我 无辜地看着我说什么呢 说 黄老师你刚才说什么 你知道 原来我骂了 他结果听没听到 但是呢 后来詹博成同学做的事 真的是让我很震撼 首先呢 他跟我一起开发 中文输入法 你可能知道 有一套中文输入法系统 叫做辛酷因 辛酷因有一部分的程式码 就是由詹博成同学贡献的 然后呢 除了这以外的话呢 他也 我刚提到他也设计硬体 真的去设计硬体 那现在呢 他在本校 就成功大学读博士班 那没有意外的话 近期会毕业 那他一直给我很大的 鼓舞 因为说我中途 就是教书的过程中 其实我好几次想要离开学校了 因为这不只是待遇问题啊 就是因为教书真的是挺困难的 然后外界其实蛮多优惑的 如果我放弃这个机会 我去其他学校 那你大概也知道 在台湾 其实你要从很低阶的 就是第一个时候 可能是从什么都不是 然后讲师助理教授 这样慢慢爬 但是呢 可能也会有些学校直接开出 是正教授 或者是一个 你懂啊 然后那总之就说呢 但是詹博成同学 一直给我很大的启发 所以我那时候答应他呢 就是说呢 你在学校读多久呢 我就在成大教多久 好 然后所以呢 我想教书呢 就是 与其呢 老师们给学生信心跟欢乐 跟表现机会 不如说呢 是老师们跟学 就是老师跟学生们互动 我想这就是一直到现在 我还是持续教授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总是会有像在路上同学这样子 一直在顾虑着我 好 然后呢 我们这个系列的课程呢 它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想法 就是说呢 其实 我认为说知识呢 真的你不见得到课堂上才能够学 所以你到课堂上到底学什么 其实很多时候我认为是学一个Guds 这Guds是什么呢 有能力 有勇气 去面对咨询科技的挑战 就像前面提到的 你那个核心改版这么快 是一个非常恐怖的 我们等一下还会再看到一些数据 而且那是旧的数据 所以你看到 面对三千万行 如果呢 你这个三千万行 你有帮他掌握其中一个子系统 其实呢 你在过程中呢 培养出的这种 不只是能力 最重要的是说呢 你面对这种挫折 面对这种快速变化 其实你只要习惯了 你再去看其他技术 其实都会变得很快 那同样的 就是说 我们 来到 尤其在成功大学 这样的一个国立学校 这背后呢 是非常多纳税人的辛苦钱 支撑下来的 所以我想我们在里面呢 有这个义务呢 去教导学生 就说呢 去真的是想清楚 我们该怎么做 然后呢 怎么去面对这些挑战 所以其实说呢 这系列课程 其实都是让大家有能力 有勇气去面对挑战 可能主题呢 是硬体的 可能主题是Linus 可能主题会是 其他的这种系统安定 但是我想背后赶紧都是相似的 好 那在这个感谢你看到现在 那我们来解释一下这个 这个课程 常见的问题 好 一定有同学问说 这门课会不会很超 说真的呢 这是取决于你的 你现在的高度 跟你预期的成长 那如果说你现在高度够高的话呢 然后呢 那当然 这门课很可能对你来讲 其实很轻松 好 那反观说呢 如果你现在的起点呢 就比较低 那当然 显然要多花一点力气 然后再来是说呢 我们这门课呢 跟很多课程不同的地方是 我们有50%的分数 对 你没听说 50%的分数来自什么呢 自我评分 所以这自我评分就是 就是说呢 你希望你自己 有多好的表现 然后呢 所以你为了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 你去执行 那你就要付出嘛 对吧 所以这个课超不超呢 其实取决于 你现在的高度 你预期的成长幅度 然后呢 再次有同学说呢 我们这门课呢 如果说遇到一些比较 所谓程度不好的同学 会不会当掉 首先呢 我要先讲一个比较 记忆人心的话 我教书教到现在 迈入第10年 说真的 我在成功大学 我在政治大学 交通大学 清华大学 台湾大学 中正大学 这些学校 我都有兼过课 然后说真的 我一个笨蛋 我都没遇过 我真的没有过笨的人 那但是呢 我遇过很多 没办法发挥自己 自己能力的人 自己才华的人 然后呢 这门课呢 说真的 你看哦 我们百分之50分数 让你自己评分 所以如果说你 你很担心被当掉 对不对 那你就脸皮厚一点 打个百分之50 就是在百分之50里面呢 就打个什么 打个100分 对吧 那所以呢 你真的要被当掉呢 其实 不会这么容易 那当然 我想呢 分数也不是那么容易 让你拿到 就是我们有一些规范 让你写期末制品 对 期末制品呢 是 公开看 会被公开看到的 然后这些期末制品呢 日后呢 也会给一些公司行好的主管做参考 我常常会有这种需求 就是呢 很多公司会叫我推荐人 或者说有些公司呢 会透过一些管道 请我去评量一个应征者 那所以呢 这些过去的这种期末制品呢 就是一个很一模一样的内容 然后呢 那为什么要新开一门课呢 最主要就是因为我们这门课 对学生来讲 投入的程度是比较大的 比很多课程需要两倍 甚至到三倍的时间 才能够完成对应的要求 所以我们因此呢 就是决定让学生多拿学分 所以呢 如果你是成功大学 大学部的学生 那你可以同时修 Linx核心设计 跟Linx核心实作 那你一个学期可以拿六个学分 当然如果说呢 你可能觉得说 这个自己有别的安排 那再看 然后 但是这两门课呢 原则上它内容是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只有非常少的部分 稍后会讲 就是非常少的部分 有不同 然后我们在这个课呢 从过去到现在 一直都强调说 是诚实面对自己 然后稍后呢 看到这个课程大纲的时候呢 课程进度表的时候呢 也会看到诚实面对 诚实面对自己这句话 然后呢 你们好奇说这个是什么呢 你可以直接跳到后面去 我想应该有人直接跳到后面 第十页去看了 但是说真的 对我来说呢 你的起点真的是一回事 关键的地方是说呢 你能不能面对资讯科技的挑战 资讯科技的挑战呢 其实它的变化非常之大 我们我套句这个 Oracle Oracle的这个创始人 叫Larry Everson Larry Everson呢 他在2008年 Oracle的研讨会 就是Oracle每年都会举办一个那种 就是产品啊 还有新技术发表会 他在2008年的这个研讨会呢 里面讲说呢 他说资讯科技产业 是唯一跟女性时装业 一样竞争的行业 就是一天到晚都把什么 过去旧的东西丢掉 然后呢 就是一直在反复刷新 很多领域会有蜜酒的意思 就是这种历久弥新 对吧 像这样这个文学啦 艺术啦 这种历久弥新 但是资讯科技产业呢 一天到晚就这样 就是把过去东西旧丢掉 然后呢 一直在追逐这种潮流 其实很少有领域 会需要一直在追求潮流 很多领域呢 都是有个很稳重的根基 对吧 像刚才讲的这种 不只是文化艺术啦 甚至你看那种建筑啦 医学 它都有很雄厚的根基 但是资讯科技产业呢 一直在追逐 就像女性时装一样 一直在追求一些新的潮流 那面对这种潮流的时候呢 很多时候呢 人们会迷失 不然我自己那里很 就是其实 我想不迷失的话是假的 但是呢 你要想想看 其实这些就算瞬息万变 最后一定有相同的技术 很多时候呢 就是这个 只是呢 就是把过去旧的知识技术 从重整之后呢 变成一个新的新的新的词汇 就像大家听到的什么区块链 对吧 区块链听起来好像很奇怪 对吧 但是你看 它背后有三个主要的技术嘛 第一个就是资料库 储存这些账本 第二个呢 就是这些网路 我们讲的网路不只是网机网路 就是说机器跟机器之间怎么获得共识 怎么去连线网路 那第三点是什么呢 就是区块链有一个就是那些密码学 所以它其实就是三个基础 清楚学科的应用 但是呢 你看后来发展就跟 就跟这个词汇写的很不一样 但不管怎样呢 你怎么追溯呢 就是这三个 刚刚讲的资料库 电脑网路 还有密码学 那我们讲诚实面对自己呢 就像这样 当我看到区块链 其实想的不是区块链这个词 或者说这个东西创造独大商机 不是 我们看的是它背后的基础 那我们面对这些基础的时候呢 都要必须要相当诚实 不懂就是不懂 不要不懂装懂 包括说我们的奇末制品 其实也是看同学们 诚实面对自己的程度 很多时候呢 你会觉得说 这个东西我学过了 比方说戏源 很多同学都说他学过西语源 但是呢 你来这么课 你会发现说 你很可能对西语源的掌握度 非常非常低 但 但没关系 因为 不是每个工作都需要非常高的 这个西语源掌握 还是可以赚到钱 就像你的这个中文 像你的汉语的程度 对吧 你的汉语的或者中文的程度 其实不用做得非常好 多半数年是可以沟通 像我一样 你看 讲话讲到现在 活到现在40 活到现在40岁了 讲话还是讲得不清楚 但没关系啊 我还是可以上课 我还是可以发表论文 我还是可以跟人沟通 但是 如果我们要追求是一个 更专业的境界 这就不够 就是比较诚实 面对自己 好 然后再来是说呢 有同学问这种问题 也有趣 就是说 是不是只能用Linus 开发课堂上的程式码 对 当然是 对不对 你说 我电脑是Mac Mac长得很像Linus 它就不是Linus 好吗 请你使用Linus 开发课堂上 所需要的程式码 然后也有同学会问说 我想 我对这种可能有兴趣 但是其他 课负担很重的怎么办 抱歉呢 我想没有一个 简单有效的方法 所以请你跟我 及早预约一对一讨论 那 甚至我可以帮你 去跟其他的 科目的老师谈 因为我们这门课呢 其实涵盖的 面向比较广 所以比方说呢 你其他课程 例如说是资讯专题 像本系 就是资讯工程系呢 我们在大三上学期 跟下学期 都会有这个 所谓的这种资讯专题 就是 这是大学部的 毕业标准之一 那所以呢 因为这门课呢 其实作业蛮多的 你每周都会看到作业 就是有考试 有作业 所以你可以 在你的指导教授的同意下 然后呢 直接拿这门课的作业 成为期末专题 这是绰绰有余的 之前 之前几届的学生 都有同学这样的尝试 这是可以的 然后另外一个 做参考就是说呢 像这个 电机系的同学 他刚好可能 现在也在修 作业系统 那所以呢 我就可以跟那个电机系的教授 谈一下 就说我这门课呢 在教linus作业系统 那电机系的某一门课呢 可能叫什么 在教作业系统 或者说类似的科目的话 那所以呢 可能就这样 作业也可以功用 所以在原本的课呢 就是在老师们同意的前提下 只要参加考试 那作业的话 就以这门课为主 这是可以的 但是呢 不管怎样呢 这件事呢 都要及早去做讨论 那我想就是 那课程的负担 有一个合理的一个调整 我想这件事是做得到的 而且这件事呢 并不是在偷懒 对吧 就像刚才提到的 其实很多时候呢 就是你面对这些负担 那但是我们可以 想办法做一个必要的调整 那当然最后呢 你还是要付出啦 这显然是 这是你自己要做到的事情 你自己要做到的承诺 但是这件事呢 是我想这有很大的讨论空间 然后呢 你从第一周开始呢 就会看到这个 这门课的作业跟测验题 难易度落差可能很大 但是不管怎样 你会发现有趣的事情 就是有些题目真的很难 有趣的地方是 总会有人拿板分 那你会好奇说 怎么会有人总是会拿板分呢 那我必须跟你讲一个实话 实话是什么呢 就是有些同学呢 修了超过三次 就是他大学部的时候修过 研究所的时候修过 甚至呢 出来工作呢 也利用他工作的空档 来学习这门课 所以 有些时候呢 他就是表现得很 很充分 但是请你不要 因为这件事感到挫折 因为往往呢 只是因为你的起点比较低 那你就是冲快一点 你就是更踏实的 在这条路往前继续前进 那你在右上角可以看到说呢 这是2018年的统计 那20... 抱歉我讲错了 这是2018年中... 就是一年的中间的统计 然后呢 这个统计是讲什么呢 就是说呢 嗯... 截至到2018年的中间的时候呢 Linus核心的程式码呢 是非常惊人 就是其实已经超越什么 已经超越2500万行了 那就像我前面提到的 Linus核心的程式码 到2022年的1月 正式超越3000万 那你要注意到 这个东西呢 不是只有累积 前面提到 其实Linus核心会有加加减减 然后呢 它是一个非常之巨大 它不是最庞大的开放原始码专案 但是它的活跃程度 跟它的困难度 绝对是全世界最复杂的 最困难的专案 但是呢 请你也不要因为这件事 感到挫折 因为我们没有要探讨 每一个仔细头 往往呢 我们只探讨其中某几项 而且是什么 讲小的部分 我们讲小的部分就真的很小 不要说link list 对 不要怀疑 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link list 你没有听错 比如说这个link list 我大学一年级就学过了 甚至有些同学高中就学过了 但是放心 这边探讨link list 跟Linus核心探讨link list 以及呢 我们在追求更多进阶一题 比方说我们讲那个病情 concurrency 所探讨的link list 其实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差异 这中间呢 其实可以让你 让你的人生变得很丰富 好 然后 除此之外呢 在这门课呢 其实会回顾电脑的软体 硬体 还有数学的这种基础知识 然后 也是贯彻这门课的这个 这个信念 然后我就希望说 让毕业生呢 真正被这个社会需要 然后从而去创造新的需求 这是我们的课程讨论区啊 然后我想是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呢 其实像我过去呢 我认为自己是真的是非常幸运 我过去在很多工作场合 其实不需要什么面试 我觉得我面试别人的时间 远比我参加面试 被面试的机会呢 其实 其实多了 那 因为呢 我令人试是学得早的 那刚好呢 在2000年的时候呢 有非常多的这种 令人试核心啊 跟令人试系统的需求 所以当时呢 其实说真的 没有面试 我就直接拿到评书了 而且是好几家公司的评书 那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给我很大的一个启发是什么 就是 其实说真的 我们现在学生 普遍为什么会被一些长辈们说明自信 其实不是学生真的没自信 而是 往往是什么 挑错了舞台 挑错了管道 甚至呢 没有让自己的专业被人家看到 所以其实 我想 我们在大学 这些专业课程 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就是让学生感受到自己被需要 这个学生呢 不管他是从医学 天文 物理 文学 不管是做什么领域都好 反正呢 一定会有人需要这些 那我们大学老师的责任就是 推这些学生一把 让这些学生的这个能力 能够被看到 被需要 一旦呢 学生持续的感受到被需要 说真的不可能 不可能有什么没自信这种问题 不可能 好 然后 这么可能 有一个很重要的诉求 就是让 同学们 透过Linus核心 重新认识这个世界 你看这个标题很有趣 对不对 但是 但是呢 其实说真的 你看哦 Linus核心呢 背后它绝对不是只是一个作业系统核心 那么单纯 换个角度想就是 你在像恐龙书或者其他类似的教科书 学到了作业系统概念 但我想只是一部分 对于Linus核心来讲的话呢 它其实面向是很广的 它里面包含电脑网路 包含图形处理 对不对 不要怀疑就是那些 那些机批路那种 然后呢 里面还有一些很复杂的抽象理论 对不要怀疑就是 而且如果说你是数学系的同学 更棒 就是数论 Linus核心有好多程式码 跟数有关 什么NP complete 计算机结构 问题 资料压缩 密码学 形式化方法 对不要怀疑 就是那些一堆 又是一堆数学 然后呢 那么一值多合 反正数字 那个编译器 对Linus核心里面呢 也内建编译器 甚至不止一套编译器 对你们有听错 Linus核心里面 内建的不止一套编译器在里面 Linus核心里面呢 也自己发展的 很特别的 专用的程式语言 然后所以呢 这件事呢 刚好可以什么呢 刚好是可以呼应这个短片 这个短片呢 叫做Map of Compute Science 我们来看 其实呢 这片短片呢 相当值得一看 就是这十分钟的时间呢 你可以看到说 电脑科学的一些高阶的描述 这些东西全部 都可以投入在 都可以对应到 Linus核心里面 我们快速来看这部短片 就像前面提到 电脑一开始解决计算问题 一开始计算问题是很窄的 就是各位知道 就是电脑发展的 跟第二次世界大战 有非常大的关联 那在这个二战时期呢 其实当时轰炸机要投弹 你要知道就是轰炸机呢 它本身就是什么 它就是有 它就是有它的速度 它不是等速的 它可能是加速度的 对吧 你想那个当年那个 长崎广岛 上面 美军的轰炸机 在投放原子弹的时候 不肯是等速飞行的 它是有加速度的 所以你要考虑到一件事就是呢 投放原子弹也好 投放一些 各式各样的炸弹也好 这样的一个弹道计算呢 是非常复杂的 所以当时呢 那个 美国 就有这个 这样的需求 就是要去计算这些弹道 那过去计算弹道的时候呢 需要多长的时间 很近的呢 需要三个月的时间 才能够把像这个 广岛啊 长期战的一个 任务目标 所需要的计算 都把它算完 因为它不是只是 算一种速度 或是加速度 高度 它必须要考虑到 不同的高度 然后它会有很多表格 所以就说 我现在 我的巡航 巡航速度是多少 我现在在高度是多少 那我投弹的范围是什么 然后甚至还帮助说 我现在投弹完 我这个 对我这个 这个重 就是我的 沉重的 的影响 当然还要考虑到 每一个飞机的 比方说B52 这种轰炸机 或者说 有些机型是特别改装的 它可能是前头弹 后头弹 然后不管就是什么 类型的 其实都需要计算 你可以到三个月 这很可怕的事情 因为很多动物呢 其实网友它是一个 很快就要去执行的 但是你计算 完整的弹道表 你要花三个月的时间 这当然会影响到 你的军事部署 所以电脑呢 一开始就是 在解决这种问题 但是现在很不一样 地方是电脑 变得非常的通用 过去就是我们只能讲 难以置信 但是我想大家都是 认为是一个常态的 就是你现在每天 手上握着的装置 站在身边的手表 都比过去的电脑 强大太多了 好 那注意到这个 这边讲的tuning machine 大家要注意到的一件事 就是在电脑系里面 事实上是有内建虚拟机器的 好 我想大家会觉得说 这个故弄旋径那么久 好了 我现在给你看 Linus kernel有一个叫什么 In kernel virtual machine 好 注意到 在kernel里面 自己讲更明确的 BPF Linus核心有个东西叫 BPF 或者EBPF EBPF 这个在我们的课程中 也会提到 就是 你可以把关键先记下来 这叫EBPF 然后这个EBPF 它有非常大的功能 就是它一开始是来自 网路的 风暴过滤的需求 但是后来变成说 可以在Linus核心 很多地方可以注入新的程式码 这些新注入程式码 就是透过虚拟机器的方式来执行 然后这边讲的虚拟机器 其实就是符合图灵 在设计它的图灵机 因为我们知道图灵机是一个 很高阶的一个概念 它是一个准则 那我们今天讲的这种虚拟机 不管是Java的虚拟机器 或者像刚才讲的EBPF Kernel这种 Inkernel Virtual Machine 其实都是图灵机的一种 一种展现方式 注意到Landa Calculus 这个东西 其实你会觉得说 这个很偏电脑里面理论的部分 但注意到Linus Kernel 有部分也是偏理论的 这边讲理论不是作为系统理论 因为Linus Kernel 是一个非常大的集合 有部分 特别讲到 就是一些抽象剧场的地方 Linus Kernel也涵盖 这后面的东西我想 大家接触过电脑科学的 应该就会有概念 但是请你了解到 我们今天讲Linus核心 跟这边所提到的 每一个材料都会有关系 不管是多核 作业系统 编译器 虚拟机器 或者说这种各式概念 全部都有 所以为什么Linus核心这么难 因为它是一个全面东西 它绝对不是只是一个作业系统核心 这么单纯 它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集合 而且这个集合越来越复杂 所以你今天应该要把Linus核心设计 Linus核心实作这样的课程 把它想成是好多课程的一个集合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门课 可以跟资讯专题 或者甚至其他课 我有信心可以跟其他课的老师们沟通 当然你一定要跟我一对一谈好 而且你要拿出你的决心来 因为这门课 其实你可以想说 我就把很多那种 Compute Science的基础 这次会成起来 所以如果说你同一个时间 也在修什么 比方说举例来说电脑网络好了 那这门课也跟电脑网络有关 而且可能也不见得会教的 比探讨的内容 也不见得会比 一整门的电脑网络课探讨的来得少 其实不见得 因为取决于一样 取决于你的期待 取决于你的付出 然后我要讲一个实话 就是说其实很多人到了业界工作 其实无可避免的就要做这种CRUD 所以叫CRUD是一个电脑的一个基本操作 但是很多人工作内容 本质上也在做这种比较固定的工作 这边你可以看右下角 右下角是我的朋友 叫中果 中果也是我们陈大校友 他说一句很经典的话 他说写程式就是让电脑可以做事 所以为什么很多公司会招募大量的城市设计师 因为有了城市之后 机器就可以做了很多事 所以就可以时刻刻刻办公室赚钱 所以当你使用机器的地方 你就不用把人当机器用 因为你可以有很多自动化 可是很不幸的地方是学校偏偏把学生训练成机器 让学生很多时候就是陷入一个固定的思考 当然不是走学校 其实在一些工作的场域也是用 我请向各位去思考 这真的是你我所期待的 你在学校想要做变成一个提器 然后出去工作之后也是做一些很固定的工作 你想要成为这样的什么 我想各位来思考看看这个部分 但是当我们要面对更难的挑战的时候 往往需要想清楚 我们现在面对资讯系统有多么复杂 然后我们休息一下 休息到两栋五栋 休息到两栋五栋 请不吝点资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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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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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它上面的软体开发的问题 导致说 你根本没把奴旗的刹车 然后克莱斯乐 也是因为软体的缺失 导致一死两伤 就是 你看到这个影响很大 更早之前 像医疗加速器的缺失 这种问题 就算不死人的 就算是不死人的 也有几乎会让人生不死 比方说看一个例子 大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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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把做很多很天真的 一个很naive的方式 比方说公司股价是10元的话 他就把它标记成这样 就是会乘这样1000 然后内部就很多操作就一直这样乘1000 注意到这个是很没有效率方法 我们之后学数值系统之后就会知道 这种数值表达方法非常之没效率 但是过去行之勇年 好 这个时候倒是问题 就是大力光电的股价 他曾经冲上4000 就是说冲上4000 但是一旦冲上4000的时候 他不是只是变成4000这样记录下来 事实上他数字就一直在乘 刚刚讲的就是因为中间一直在乘1000 然后多次乘了1000之后就得到这个数字 这个数字恰好是32位元无号数的上界 好 你发现问题了吧 就是当时的资讯系统是用32位元的无号数来做计算 可是因为中间做了很多这种 这种加工 导致它超过范围 好 那这个就触发了这个叫熔断 这个熔断其实是一个保护机制 就避免说外资操控价格 但是很不惜的地方是 根本当天 1月9号当天 根本没有外资在操控价格 真正出问题的是这些城市 所以你看这个城市没写好 或是思考的东西太少 导致后面的问题 你说过去为什么没发生这种事 过去之所以没发生这种事 就是因为过去的股娃可能破千就叫股娃 还记得吗 这些红达电 破千就说 雪红姐好棒 但是大力光电冲上四千的时候 或者是后来 这个 这个TSMC 就是台积电 冲上更高的股价的时候 那当然 人们总是要痛过才知道它的错误 那你想了 就是其实 这些的列出来的这种种种问题 就是里面包含层面还蛮广的 就是说 像这种医疗设备什么的 那我想各位也不要因为说怕自己做出来的系统会害死人 那就不敢做资讯科技 其实也不要抱着这种心态 而是说 你要想就是说 你做的系统有一天可能会影响到这个世界非常多人 影响到很多个家庭 所以我们在学生阶段 我们在开发城市的时候 就要尽可能去把这种议题想清楚 反过来说 如果你设计出来的系统 对这些影响力真的有没有打 那这个世界就不会因为这件事亏待你了 这件事 如果你做出来的东西 的确会影响到火星探测 影响到这种航空 影响到这种股票系统 所以你只要能够做出这么大影响力 这个世界呢 就一定对你会有交代 你没办法会成为很富有的人 但是你不至于过得非常困顿 而且你可以让你的专业真正做好发挥 好 那我们来看我们刚刚提到的link list 注意到我们今天讲link list的话 我们讲的不是只是节点跟节点之间 我们讲的东西是考虑到这个世界的关键议题 比方说这个世界有个关键议题叫stability 这个stability中文翻译很多种 所以我就先不用中文翻译 我自然要找一个像样中文翻译 但是短期内还没有找到 如果你想到的话请告诉我 那skate mail在讲什么呢 就是当你的规模增长的时候 系统能不能扩展 扩充来满足这些需求 白话就是什么呢 就是你看 你当年的高中的时候 你老爸一个月给你5000块零用钱 那你认真读书 比方说一周读书读个15个小时 那就可以卡通承达电机器 那请问 如果你一个月一周读书读了30个小时 你老爸给你1万5 你可不可以卡上台大一科 如果你看以前付出是这样 就是什么 你以前付出是这样子得到承达电机 那你现在你老爸给你更多的资源 更多的资本 然后你付出更多时间 可不可以卡上台大一科 如果你做到这件事 表示你这个系统可以符合人家的期待 然后这时候人家会更大 说那我一个月给你5万 可不可以卡上耶鲁 可不可以卡上斯坦福 当然这是一个玩笑的比喻 但是就是说我们在真实世界上 有很多企业 像你听过的什么FANG 这种就是什么 Facebook 亚马逊 Apple 这种很有规模的公司 说真的他们都不缺资本 他们缺的是什么 一旦资本注入 也就是说买了更多机器 能不能带来更多的这种服务更多的人 然后因为服务更多人 因为创造更多的什么 创造更多的这种 transaction 这种更多的交易 然后从而去提高营收的规模 那你看到像这个资当土 横走是什么 横走是执行序的数量 所以显然这边有1 2 3 4 所以你看到我从一个执行序 到两个三个四个 对吧 然后重轴是苏普 苏普的定义就是单位时间内 能够处理的资料总量 这种叫做苏普 所以显然对于这种 刚才提到的那种网络公司 那种网继网络公司 他们对于苏普当然很在意 所以对他来讲 我可以用更多的硬体 去执行更多的程式 可是很不细的地方是什么 你看红色这个线 红色的线有个悲剧是什么 当我给你更多的执行序 我给你更多的硬体资源 但是你的苏普 跟过去根本就一样 甚至还有更惨 有可能我给你更多硬体还会变慢 对你有没有听错 给你更多硬体还会变慢 有没有可能 有 而且这种案例比一比皆是 那反过来说 绿色这条线就有趣了 绿色这条线 原始上就是什么 我给你更多的资本 我给你更多的资源 你就可以表现更好 对不对 你现在一个月拿五千块 可以考上承纳电机 一个月拿一万五的时候 可以考上台大一科 一个月拿五万的话 可以考上耶路 考上斯坦福 对不对 这是比喻 不是在占学校 你知道吧 有时候学生 有时候我们就在讲 这种占学校的事情 学生还会醒来 不然就是在那边发呆发呆 偶尔就在讲一些这种干话 这种垃圾话 学生就不爽 对不对 想到自己的学校被人家比下去 想到自己在一间学店读书 就不爽 那就醒来 这个很好用 好 然后 所以你看 我们今天讲stabilism 这种问题 这种问题难在哪里 难在呢 你往往不晓得 实际上投入了资本 投入硬体是多少 但是你那么预测 说当我有八个执行区 十六个执行区的时候 它是不是还是这种线性的增长 很多时候呢 跟你预期是不同的 例如呢 有些状况就是说 当我更多执行区的时候 反而舒服还是下降 对你有没有听错 就是当我从一二四 看起来都是线性的 但是到了八十六的时候 反而这样 反而它是往下降 会不会有这种问题 有 那这种问题很多 甚至你可以讲 Linus核心这二十年内 花了很多时间 很多资本 很多开发者的力量 都在改进stabilism上面 然后所以在这个课程 我们会花很多心思 在讲这个concurrency 然后当然讲了parison 那过去呢 你可能修过做个平行程式设计 注意到我们讲parison 它其实是 其实是concurrency的一个特例 我们讲平行 那个平很重要 平就讲说我每个单位 每个计算单元 不管是GPU或是CPU 它是同质的 而且它的运算量是接近的 但我们讲concurrency的时候 就没有这样的意涵 也就是说你可以是平行 但是你也可以是交错执行的 甚至是在混杂不同的等级的硬体 具体来说 像我现在用的这支手机 这支手机里面是内建联发客的晶片 那里面它有八个核 就是它的CPU八个核 但是这个八个核 它的运算能力落差很大 它可以分成三组 就是它会有最强的 中间的还有最省电的 那这个过程中 在做运算的时候 显然就是不是paroids 因为它不是 它不是同样等级 同样的throughput 它没办法做这件事 但是这里面也是有趣的地方 就是讲 为什么手机要区分成 运算能力强的跟省电的 你说为什么不能做 运算能力又强又省电 对不起 这样东西不存在 所以往往手机的设计是什么 它就是我有一个部分是省电的 所以我尽可能用省电的那个部分 然后如果省电的部分 不足以应付一些需求 比方说打电动的需求 或是说做一些复杂的一些 像什么人脸辨识 这种需求 可能需要更大的判断 所以这时候就用功耗更大的 功耗更大的处理器来做 好 那想Linus要不要考虑这个问题 要 所以注意到 我们在这门课 算名字叫做Linus核心 但是我们会其实蛮多地方会讲 这个Concurrency 然后这Concurrency背后 就是这些资料结构 所以当我要设计一个LinkedList 让它是可以符合Concurrency的需求的时候 它其实概念是相似的 但是做法有非常大的改变 如果你没有做任何调整 往往得到的是红色这条线 也就是说你过去在课本 你过去所开发出来的LinkedList 往往是红色这条线 它是没办法随着一体规模的提升 没办法随着资本的投入 可以得到线性的增长 对不起 这是过去学的 我们在这门课看到的东西 我们希望看到的东西是绿色这条 当然你很可能绿色这条还是做不到 可能是介于中间的 但是这还是很大的突破 因为你的单位时间能够服务的人 单位时间能够做的事 是反映到资本的投入 这样的Skiping 往往就是投资人 往往就是这些公司 真正赚大钱的公司 他们在看的议题 当然我们讲这些议题之前 其实我们要从一些很基本的东西看 万战高楼平地起义 所以看这些基本议题 你看到花末这段程式版 它就是一个很基础的一个sumension 就是这种叫做什么 叫做计算总和 你看到这边有个缝回圈 那就计算总和 反正每次就加一个值 所以我就从01234一直加上去 所以你看 我今天看到说1加2加3 一直加到加到1万 你预期会得到什么值呢 你这时候想要什么 高师 高师小时候 数学家高师小时候 他们老师 小时候的数学老师 就出一个题目 从1加2加3一直加到1000 加到100 看大家最后的结果 结果高师每两下都回答出来 然后老师就很生气说 这个小朋友是不是没有认真读 给我乱讲个数字 没想到他算出来是对的 为什么 你看到1加1万等于多少 1万01 2加9999是多少 刚好也是什么 1万01 然后3加99 9999 8等于多少 刚好也是什么 1万01 所以高师就发现 其实我冲代只要去计算 1万01出现多少次就够了 所以就是所谓的T型公司 那这很不幸的地方是什么呢 T型公司算出来的答案 是5000 5000 那很不幸的地方是 这段程式如果你真的去计算的话 注意到你去线上就可以计算 你打开这个口站 线上就可以计算 好来 现场看看资金结果就等于多少呢 首先你要按下同意 好 那你会看到这个底下这个资金结果 对 就得到这个5000 2896 你们发现奇怪了 这跟你用T型公司算出来的东西不一样 你们发现不一样 对不对 好 为什么有这个问题呢 有经验的就说 哎呀我知道啊 是Froats 然后呢 这时候我们要讲 这时候就讲了一些业界的人 所谓台湾业界的人 其实我们不喜欢这个词 就有人说 哎呦我们业界 谁跟你业界啊 对不对 就是你那么废 我不想跟你当业界 好吗 可以吗 所以就是 就是你知道 就是台湾呢 其实蛮多那种以老卖的 以老卖的人 他们就说 哎呦我们台湾业界才不会这样写成事 很多人都发现出问题 出在这个Froats 所以很多人就说 这个谁跟你 就是有人就说 不要用Froats就好了 会说 哎呀 Froats会出问题 那就改Double啊 可是你要想一件事啊 Froats跟Double 它的储存空间 有没有一样 没有一样 Froats在很多系统来讲 是占4个byte Double需要多少个byte 8个byte 所以你想啊 如果本来就有一套 资料库管理系统 他已经用Froats 当做什么 当做这个栏位 出的资料了 也就是说 每一个资料呢 它是占 每一笔资料占了10个byte 那你今天把 Froats变成Double 它不就从4个byte 变8个byte 那档案 资料库里面的那些资料 怎么办 那格式就不合啦 所以很多时候呢 我们不能说 4个byte不够 我就把它变成什么 8个byte 以为这样就可以解决问题 其实不行 很显然 这个出人空间不同 而且再来是什么 你为了让答案正确 你占据了更多的出人空间 你让网络传输变得没有效率 这不是我们要的 在工程上 我们不是要追求这种事情 所以注意到我们要去想 这个本质上问题出在哪里 因为服务点数运算 服务点数运算会有什么 会有误差 所以在工程上 我们有一些机制 比方说这个机制 就是我们把补偿算出来 这是correction 就是我们把补偿找出来 所以像这段程式码计算出来 结果就会是5500 为什么中间是这么一回事 那你就要读书了 底下有些参考资源可以去看 然后你要看 这种涉及到服务点数运算 涉及到算数上的错误蛮多的 举例来说 因为我常常需要通勤 通勤的话 我电脑就装了一些电子书 你说为什么读简体的电子书 因为反体的电子书有时候很尴尬 不知道什么可以看 如果有一些推荐你告诉我 像我之前就看货币战争 金融学 这种东西 然后我就发现一个有趣的事情 历史上十次货币战争 你看好玩 那些放在哪里 Not a number 你说百分比 它不就是介于0到100之间的数值 怎么会出现Not a number 显然它不是值 所以你看这本书 我不管读了多少次 都不该出现Not a number 我没有读书的是0 我整个读完不是就是100% 但是就出现这种错 就是显然的值字 这个APP的开发者出错了 那你想这个APP是什么 这是哪一家公司开发的 它是腾讯 这么大的公司 里面的工程师有很多非常优秀 也是会做出这种事 事实上如果你看人类发展历史 就是不用看很久 就看这近几年 然后你看这20年 或者这30年 其实这样的案例 真的是比比皆是 所以我想就说如果我们不想要为了要提高精度 让城市变得不相容 资料变得不相容 所以往往我们可以用别的方式 比方说就刚刚讲了 我们可以提出一个correction 用个补偿方式去做修正 但是这背后也是会有很重要的机制 就是说多大的数值方圆内 我这种补偿其实是有效的 或是什么你进步去思考是 我是不是可以用更少的资料量 这个就是Bflow 16在做的事情 你可能知道在那些内层性网络里面 有非常大的浮点数运算 这浮点数运算 如果你每次为了精度都用了64位元 或是更高的位元数来表达资料 这很容易浪费时间 你想我们会有一些加速器 比较说TPU Google的东西叫TPU TPU本质上它是一种硬体 你看它的架构大概长这样 来看一下它的架构 CPU 一般来说你会有这种特质的硬体 这个特质硬体它对外会透过Bus 去跟通用的装置 比方说像CPU去做通讯 这样的Bus当然是基本上让它频宽变大 让它输入够快 可是你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像刚提到 如果浮点数运算都需要30欧元 64欧元甚至更多的欧元数 才能够表达你必要的这种精度 Bus其实往往就很容易被浪费掉 但是后来有些公司像Google 他们就想有没有可能我们就用16欧元 对反其道行 你看这件事 我们刚才讲上面是什么 上面这个程式之所以出问题 是因为它用30欧元做运算 在特定范围就会遇到精度不够的问题 可是Google在它的TPU 它的一个内神经网络的一个加速器上面 它反其道行 它用16欧元 这我们称呼叫Beatflow System 就是用16欧元去表达浮点数 那这样的东西有什么好处呢 因为原本需要30欧元 或是64欧元才能够表达的 我用16欧元就可以表达了 所以意味着说 当我从30欧元降到16欧元的时候 我的Banguage其实是在同样的评观下 同样的资料的宽度下 我可以传递更多的数值 当我可以传递更多的数值 我们的TPU 我们的特质硬体 是不是可以发挥它更大的效率 所以你看这个东西 就要对于数值的系统 有很大的概念 因为当我从30欧元降到16欧元的时候 我的精度就会牺牲 但是你就要去估算出 当我去降低这些精度的时候 我在我指定范围内 我的冲击 我所牺牲的东西 我所牺牲的精度 可以弥补 可以被更大的资料频团所弥补 当然如果说 这个计算会导致很严重的错误的话 显然是不行的 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做工程 很大的就要做这种 我们所谓的TRAILF 就是多这种取舍 然后再来我们看另外一个例子 你看这个例子 这个例子很好玩 一个是零点 一个是负零点 你说这两个东西里面一样 然后另外一个什么呢 这个一点除以零点 你看备除四四零 就是说备除四四零是没有意义 你国中的时候可能学过这种东西 就是说零除以零没有意义 或者是一个一除以零没有意义 但是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这东西一样 你可以对照你的执行结果 来看这个线上执行的结果 这网站真的超棒 就是这个Compiler Explorer 好你看这东西很酷的地方是什么呢 你看它在第四行 第四行在这里 其实第三行是透过的 但是第四行就跟你说什么 这两者是不相等的 好所以你看到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第一个零点 就是正的零点 跟负的零点 它是什么 它是一样的 但是左边 这个左边 就是一点除以零点 跟一点除以负零点 得到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好 你说我写程式 才不会那么笨 写出那种笨的程式 但你要想 你的程式怎么来的 你的程式很可能是 透过Macro 所谓的这种聚集 聚集展开的 或者说你的程式 根本就不是 根本就不是你在用的 可能给不同的人去使用 所以当你没有了解 这些事情的时候 会导致很严重的结果 你去想 如果你去开发一个 游性情 你去开发一个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程式 会被很多人用 所以你不晓得 什么样的输入 当你没法掌握 使用者所有的输入的时候 往往那就是 错误的来源 我们前面可以看到那些 在人类相当短的 资讯科技的历史里面 就有非常多 软体缺失带来严重危害 这些危害很多时候 就是来自这种细节的 掌握度不够 那我要掌握细节 往往就要同数学跟规格书 前面提到 我们都知道就是说 当我从30多元的储存 降到16多元的时候 我可以提高我的bandwidth 让我的bandwidth 发挥更大效益 就是在同样的bandwidth 向塞入更多的数值 对吧 可是这样子的话 我要怎么确保说 我们得到的结果 依然是什么 依然是我们可以接收范围 这就是需要数学推的 好 再来是说 像左边这个程式 如果你要每次 都做大量实验 才能知道说 我这样的一个输入 其中一组的输入是对的 是符合预期的 这样的东西太没效率了 所以往往在我们这门课 会花很大力气告诉你 去读书吧孩子 孩子回家读规格书吧 对不对 拍拍你 我们在这门课 我们其实从第一周 就会叫你读规格书 规格书很难读 所以才要特别要求你 如果规格书好读的话 我们就不需要在大学课程教你了 知道吗 然后 如果你要想解释 这个程式法的话 你就可以看西元规格书 在附入的地方 附入F 有相关的解说 然后最大的 这个东西它不是未定义的行为 它是在规格书有明确定义的 你说为什么不知道 因为 因为你还没有从愚昧中获得救赎 然后你说 要搜寻什么关键字 才可以知道那么多东西 其实 关键字根本就不用 不用一天到晚来搜寻 规格书 刚提到西元规格书 其实就写了 好你看这段程式码 你看这段程式码好玩 地方是什么呢 你看这边有什么 这边有好多信号 对不对 然后 你说我没有看过这个写法 这个程式到底可不可以执行呢 直接跟你讲结论 这个程式是可以执行的 而且它完全符合标准的C99规范 也就是西元在1999年规范的规格 这是完全合法的程式 好 那这边我要特别提醒大家 就是很想 你看像金庸 这种大文豪 甚至像写哈利波特 J.K. Rowling 他们其实他们在写作过程中 我听过他们一些访谈 虽然我没有亲身接触他们 但是我有看过一些访谈 姑且相信他们讲的是真的 就是他们写作过程中 其实都有查字典 但是你想想看 多少开发者 尤其如果你现在已经出来工作了 其实根本就没有几个工程师 在写程师的时候会在翻书 会翻规格书 但是你想想奇怪 大文豪写作要查字典 但是开发者为什么 很多管理开发者 为什么不看书呢 你就说 Google搜索就够了 但是问题来 如果你要去保你的城市 在各式各样的输入 都能够什么 涵盖 或说你要知道你的城市 在特定的情况下 甚至办法说特定的平台 特定的组合 特定的情境下 能够符合预期 甚至提早去反映出问题 那你就要看规格书 在丽织课计里面 其实有很多部分的争论 很多部分的问题 都是来自规格书的掌握不足 所以你会发现很多 很多开发直接跟书 你说依据C99第几章第几节 他做什么事 主要这不是掉书袋 这不是卖弄 这个是开发 有强度软体的必要态度 这也是我们这段课 想要传递给各位的 好 诚实篇对自己 在C99 就是ISO IEC的 这个9899的规格 然后你去找 upject这个词 你发现好吗 upject这个词 出现735处 如果你搜索painter 其实它出现次数比较少 600多处 还是很多 但是就是没有object少 没有object多 所以你看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很多人都就觉得 西元最难的地方是painter 不是 西元其实 object这个词提了很多地方 然后你这两个 object跟painter 其实这个东西 其实也是一提两面 其实在规格书 有非常多 很丰富的 很精彩的探讨 而且如果说你看6.2.5 这一节 讲西元里面的types 然后你发现很好玩 然后他说这个array 阵列 function 这个函数 函式 还有这个painter 他们本质上竟然是什么 这三者 在简照 阵列 函式 指标 你会觉得三个都是没有相关东西 对不对 你会觉得三个都是无关的东西 在西元规格书 跟你讲什么 这三者竟然是有关联的 你看到这里 就觉得痛很痛 所以孩子要读书 对不对 不然就这样 你看看你 好 接着我们来看 在我们探讨Linus核心程式码之前 我们要看很多这种案例 这些案例为什么重要 因为很多错误 它会反复出现 在人类的历史里面 这些愚昧 这些错误 往往是反复的出现 我们作为工程人员 有一个很重要使命 就是这样 就是从尝试 从过去历史中学习 尽管Hager Hager说人类 就是没办法从历史上学习 但是我们作为工程人员 即便没办法从历史 去约束自己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程式 我们可以通过 一系列的这种制度 让这种发生错误的机会降低 这也是为什么 很多明星的工程师 很多优秀工程师 他可以获得很好的待遇 就是这样 因为他可以解决 很关键问题 他不至于跟那种 常常出错误 反复出错误的 初阶的工程师一样 陷入这种 没办法面对更大的挑战 没办法扩展 整个系统的scapability 你想如果做什么就错什么 这样的系统 往往就是规模没有拉大 或者说一个系统 它只能在很小的输入 才能够运作 当我们面对复杂 巨大的资料的时候 巨大的量的时候 其实这样 没办法运作 这个东西 往往也不是我们所期待 一个具备好的 scapability的系统 这边引一个例子 就是FMPEG 你对这东西可能比较陌生 但这个FMPEG 它非常有名 它不止有名 它用的很广 它是公元2000年的时候 创立的一个专案 这个专案 它把你听过像什么MP3 NPEG 2 NPEG 4 或是像AVI 这种container 反正就是说 它把很多多媒体相关的东西 收集起来 变成一个开放原始码专案 这个专案用得非常广 你在看到像Google Facebook 反正Dropax 这些公司其实都有在用 甚至你的手机里面 也可能会出现FMPEG的程式码 所以它里面有非常多的Codec Codec就是Encode跟Decode的合称 这里面 你看这段程式码 你看看 认真看一下 这个程式码有趣的地方是什么 这个程式码很短 然后叫你去挑错 它里面错是什么 就是 你可以看到说 GateSampleFormatName 它的回传形态是指向 自圆的指标 所以它就是一个 很典型西语言 风格的自串 然后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 这个操作 它真的出问题 比方正是个大鱼 你说这个东西 大鱼会有什么问题 因为依据西语言的规范来讲话 依据西语规范来讲话 这个大鱼比较操作 它本质上是指标 然后我对一个 我对于一个 指标形态的数值进行比较 其实就是减法 所以这个东西在西语言来讲 这个规范 是什么呢 这种叫做Unspecific 所以这件事 取决于编译器 取决于执行环境 所以换个角度讲 这段程式码 它虽然是西语言的程式码 但是它在不同的平台 可能会得到 截然不同的结果 所以特别注意到 在西语言 就是不只是 MPEG这段程式码 发生Linus kernel里面 有很多改版 为什么Linus kernel 一直在改版 很多时候不是因为 一直加了新功能 或是修正了什么bug 其实很多时候是排除这种 Unspecific的 behavior的东西 所以这个是 为什么你要了解 西语规格 你不了解规格 你就讲不出 它是 它是well defined 还是Unspecific 如果说你日后 有机会贡献程式码 当然 这件事很可能是 你的工作 就是你如果刚好去台湾 那几家知名的半导体公司 像联发科 陈兴 联勇 然后瑞育 这些知名的半导体公司 半导体设计的公司 那你会发现说 你很贡献的意思 科诺不是只是兴趣而已 很可能是工作 被要求说 就是要跟科诺开发者合作 科诺开发者合作 往往有时候就会遇到这种事 就是科诺开发者就会说 你这段程式码是有问题的 它是undefined behavior 或是说 它就是违反西医院规格 它不会跟你讲 确实是哪一行 那就花一点精力去阅读 反过说 如果你在学生阶段 就对这东西有充分的认知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你不是只是面对电视科 你面对其他未知的系统 你都可以用个强健的基础 去面对 去分析 甚至去指出 它有哪些潜在问题 从而你可以去教 在有特色 能够累积的部分 再来我们看这个程式码 这个程式码看起来很对称 对吧 你看就是这个程式码看起来很奇怪 写的 写的真的 就是 到底在做什么 但你注意看 这段程式码有没有回圈 没有回圈对呗 显然这段程式码只会有一些位远操作 这边是bitwise的end 注意到 这个不是取值的意思 这是end 就是bitwise 就足 依据每一个位远做end的运算 然后这是右移运算 然后就是我们右移 这边在右移16位远 然后这边是左移 然后这是bwise的over 然后这边就是什么 这边是指派 就是assignment 所以你看 这整个程式来讲话 它就是做什么 就是做bwise的end bwise的over bwise的shift 对不对 还有做最后做assignment 你看 这段程式码 虽然它没有回圈 所以意味着说 我今天做一次 做两次 做三次 只要这些基本的操作 刚才讲的bwise操作 只要都是 都占一个clock cycle 如果这些刚才讲的bwise操作 帮 data movement 就是assign 帮 data movement 还有bwise的操作 都占一个clock cycle 所以意味着什么 这个程式 不管资讯多少次 它的clock cycle的总量 会是固定的 你说这个东西有没有意义 这东西意义可大 这段程式 它在做什么事情 它其实是把给定的数值 比方说这个x 照着每个bit去反转 也就是说 如果你的排列 你从高位远到低位远 两次是11 然后后面一堆0 然后它bwise的反转 把每个bit都反转之后 就变00000 然后后面最后是11铁尾 再讲是 如果你一开始是11开头 后面都是0 它就反转过来 所以变成什么 开头都是0 然后后面变11 你说这种 把每个bit反转 这东西有没有意义 这东西可以有意义 Linus核心就误到 事实上Linus核心就有一段 类似这段程式码 这段程式码用在哪里呢 用在以太网路 用在 所以你看 以太网路做不重要 废话都要当重要 然后Linus核心之所以 能有今天这么大的影响力 有很大原因 就是在于说 它对网机网路的充分支援 现在有很多伺服器 都执行什么 Linus核心 现在有很多路由器 执行Linus核心 包含说火星的探测 对吧 火星探测也是执行 Linus核心 然后但是它里面呢 会有这种需求 就是什么 就是未远的反转 在未远的反转的话 你可以去找这个 BitIV这一段程式码 它的程式码就有上面这个实作 所以最大我们今天学习原话呢 不只是要掌握前面讲的这个语法 语法是你已经大概有知道了 那再来是规格 最后呢 你要有个domain know-how 比方说呢 让你用B-wise的操作 你就可以做出 让这个每个bit反转 而且呢 这件事呢 必须怎么 每次执行 它所占用clock cycle 都要是固定的 这个很重要 因为呢 有很多方法可以写出 让每个位员反转 的结果 但是 我们要的不是这样 我们不是只是要 让每个位员反转 我们要的是 去确保 过程中 所占用clock cycle 是固定的 那至于为什么 那么强调这件事呢 其实这个 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些 案例来探讨 不然说 我们后续 简单说呢 像这个跟 资讯安全有关 密码学 甚至是 在这个 虚拟机体的管理 我们其实很多时候呢 必须确保 我们每个操作 它的这个时间复杂度 在特定操作来讲 时间复杂度 必须参数的 我要的不是快 我要的是呢 我做一次 做两次 做一百万次 我们的时间分布 不应该有 不应该 不应该有什么 很严重的这个 时间的伸缩 它应该会做在一个 可预测范围内 这个是很重要 写出 可预测的程式码 这非常重要的 是让很多人写出来 程式码的 往往是不可预测的 今天会动 明天就不会动 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但练死核心 还有很多 复杂的电脑系统 它都尽管去避免这件事 好 我们休息一下 休息到 休息到 2135 好 这门课我们会用到虚拟机器 但是你要问的问题应该是说 我想要Windows 然后在上面可不可以开发 写这门课的作业 你可能要问这个问题 然后你要注意到一件事 就是说你在第一个作业 其实是没有太大问题 但是后面几周的作业 会遇到很大的障碍 就是因为我们要测量效能 如果你是底层跑一个Windows 底层跑一个Mac OS 这样的话上面测量出来的行为 会有很大的变异 就像前面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 除非你对Hyper-V跟Windows Kernel很熟 当然如果说你对Hyper-V跟Windows Kernel很熟 欢迎跟我交朋友 我也想认识你 我知道台湾没有几根 对Hyper-V跟Windows Kernel非常熟 我有认识对Windows Kernel熟的人 但是要对这两者都很熟 我在台湾真的没有认识几个 台湾才只知道一个 如果你愿意让我认识的话 你可以成为第二个 我认识的人 我就跟你讲说 因为这件事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就是你透过虚拟机器去执行 那如何去解读程式的结果 这非常困难 你完全在Linus上 就是Linus执行在一个不透过虚拟机器 要去解释它的执行结果就已经很难了 更何况透过虚拟机器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 请你直接把Linus撞进去 你的电脑不用很好 所以如果你资本资金许可的话 你可以买一个什么 什么那种9000块一台的主机 跑Linus 你不用很好的主机 但是那就全心全力跑Linus 这样也可以 然后你应该避免用 比方说实验室的公用机器 因为实验室公用机器 可能会有些干扰 所以就是 然后再次我刚刚讲过了 你就拿出决心来 真的就是把Windows洗掉 然后全跑Linus 就会变强了 因为你底层装Linus 那再跑Windows 这相对是容易的 最麻烦的就是说 你先跑Windows 再跑Linus 你做很多实验 很难解释 因为你要对Windows很熟 才会把他解释那些结果 然后再次有同学问到说 要哪个Linus的distribution 其实我们作业里面就有写 像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作业的 课程的作业 我们来看 像这个 第一个作业 这个作业内容还会改 每一周我们都会做一些变更 比方说我们这边 就会跟你一些建议 比方说 跟你说 比方说用Ubuntu Linux 当然你可以用别的系统 但是你就很可能 没把按图所记 按照要求去做 所以应该说 每一个Linus系统 其实有机会 但是毕竟涉及到什么 问题排除 比方说你遇到一些困难 注意到我们今天讲的是什么 我真的要开发环境了 而且甚至你可能要重新编一科 我们这些步骤是我跟我助教 还有之前同学有实验过的环境 但是你用别的系统 可能会遇到别的障碍 所以请注意到 当然你真的要用的话 我是管不了你 你要自己想去解决问题 然后你可以用树莓派 但是我们有些城市只能跑在 Intel加工下 或是说树莓派可能太慢 就是做一些分析太慢的话 然后Arduino 你在问什么问题啊同学 就是 Arduino很多种可以吗 Arduino有那种Cortex-M3的 对不对 比方说Cortex-M3的 甚至还有别的书记器 但是我们现在不考虑 但树莓派有可能会用 在有用机在做专题的时候会用 但是初期的话 我们不会把大部分的城市 在树莓派上面跑 因为树莓派毕竟 不只不够快 最大问题是在机体 可能不够大 但是如果说你真的想要做 嵌入式系统也可以 我们是这样 我们会上满18周的课 但是有些同学 如果有特别需求 是可以跟我讨论的 我举一个例子 像之前有同学跟我说 他对那种安全CTF很有兴趣 他对科农没那么大兴趣 但是就是他对安全很有兴趣 所以我就想办法找到一个平衡 就让他去找Linx科罗一些安全弱点 类似这种 所以MakerBook上用Lima 可以 事实上我自己也是用Lima 这个是可以的 但是用Lima还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做Benchmarking的时候会出错 所以最好还是想办法弄台机器 就刚刚讲的 你弄台比较便宜的机器也可以 给大家一个提示 学校其实会有些报废的硬体 你可以问一下实验室 有没有报废的硬体 你可以去接收 所以其实可以用到 因为我刚刚讲过了 其实你跑进的时候 机器不用很好 但是你还是要 最好是Intel x86架构的 这是比较好的 数位派虽然这几年变得很强了 但就是记忆体往往是不够的 就是你做一些比方说编译科 其实你需要大一点空间佛则灵 因为花很大时间 好我们再继续 然后很多人写程式 就是把一些数学式 把一些流程 就把它转成西元语法 就这么说这叫程式设计 这往往不够 例如说我们看到 这个ABS ABS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Absolute Value 就是绝对值的运算 那你看绝对值的定义 是非常单纯的 单纯到我不需要Google搜寻 对不对 我想你也知道 如果X它大于0的话 那就回传X 如果X是小于等于 讲出来 X如果大于等于 我就回传X 对吧 如果X是小于0 我就回传-X 这件事有什么问题呢 因为它有分支 你想什么叫分支 因为我要判断 X是不是大于等于0 那你想 假设我今天有一个 运算 这个就是有一个 你就想要有一台电脑 那它会遇到各式各样的输入 那这些输入呢 可能大部分的时候呢 都是什么 都是正的 或是0 就是大部分的时候 都是大于等于0 所以我们需要的 Clark Cycle是比较少的 为什么 因为依据刚才的程式码 如果它大于等于0 就是做这一段程式码 否则做另外一段程式码 所以你看 我如果全部的输入都是大于等于0 我们事实上呢 真正执行的指定 CPU指定的数量是少的 但反过来说呢 如果呢 偶尔出现几次负的值 这会导致什么问题呢 会导致呢 它其实用的CPU Cycle数量是比较多 那常理来讲的话 如果我有办法去统计 我有办法去分析 我就可以猜出 在这个执行困难中呢 是不是大部分的时候都是正的值 或是大部分的时候是负的值 你就可以猜出它的分布 然后呢 你不要小看这些事啊 这个东西呢 其实是很多 很多资讯安全的这个疑虑所在 这边可以看这个 我们之前的 这边之前整理的教材 这个教材呢 叫做解读计算机编码 就是我这几年啊 就是为了我女儿 算我女儿现在还 刚开始在学那个 刚开始在学这个 在学习这个 汉词跟英文 但是就是 我有发现一件事 我可以买到 关于天文物理化学数学 甚至是 那个投资 有给小孩子的投资学的那个书 跟一些教材 其实蛮多的 但是呢 给小孩的电脑科学的教材 很少 少就算了 还蛮都是错的 但我是很兔学 所以我就决定呢 这几年有空的时候 就开始来写 写一些科普教材 算写写好像不像科普了 反正就不管 反正就这几年 所以这几年呢就是 我除了写一些Linux的文章以外 我会写一些这种 比较科普的 所以像这个科普的就跟什么 就跟讲说 为什么 会有补数这东西 补数 就是为了解释的补数呢 其实还蛮多议题要去解释 就是说它不是只是零跟一的关系 就是说这东西怎么去对应到 而且有号数无号数的加减法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甚至过程中呢 还会有一个像群 这个群是什么群呢 这个群就是数学上 群论的群 对标法译 这是背后一些理论基础 甚至东西还对应到电路设计 对标法译 你学的补数呢 其实所以就是 现在就是去补足 这个过往的一些科普 还有一些这种 计算力概论教材 我觉得很大问题 就是它跟真实世界东西 没有办法 有个很好的观点 因为真实世界东西是 很多东西是 彼此是有相互关联 电脑的硬体 电脑软体 然后这些数学 这些基本东西 其实它都是相互有关联的 但是往往过去很多时候 我们在学习像计算力概论 或者学习这种学科 我们就是一个 一个点 另外一个点 这样子联系下来 其实往往没办法创造一个什么 没办法创造一个点 线面 一个比较全面的思维 然后总之 我就是这几年 就在写这样的科普东西 甚至还可以讲一些 像阿贝尔群 对称性 这些比较理论 但是用比较 生活方法来介绍 再塞一些历史故事 比方说欧拉 油拉 用词的问题 这也是很担心 等我小孩学这些电脑的知识的时候 到底有多少术语 是我们台湾过去惯用 过去的词汇 其实我有一点担心 所以趁我们现在有点时间来写这些东西 接着我要跟你讲什么东西呢 要跟你讲的东西是资讯安全的议题 你要想这个资讯安全其实去测量时间 可不可以拆出密码 这个很可怕 我们再看官大为 其实我不认识官大为 但是我行有余 我就花一点钱去买他的课程 虽然我都不懂了 所以我买课程其实都没在听 很丢脸 但是就是想要去支持他们 他有一个录影讲的超棒的 就是说 哈老师 各位官大为欢迎收看 nice 帮他打一下广告 就是说官大为他有非常多很精彩的教材 但其中有个教材很酷 就是有没有可能 有没有可能说 我们今天是按键 你们看到路门 好 就是说我去听那个按键的声音 你看这个 再一次这个是Q 这个是P P的声音 记得了 接下来我要连续按五个按键 看看你能不能听出 我依须按了什么 注意听 再听一次 再听最后一次 如果你的答案是PQQPQ 恭喜你成为好和弦认证的键盘听音高手 不过就算你没有完全答对 这部影片到目前为止 也应该有让你发现到了 电脑键盘的每一个按键 其实发出来的声音是不太一样的 而且在某些键盘上 还有可能是很明显的不一样 好 那更可怕的地方是什么呢 更可怕的地方是可以用电脑 来就是搭配一些猜测 所以关大为就开始做这个实验 他就真的跑这个程式 我们忽略这个细节 开启keytap程式听声音辨识的结果 注意到他的输入是什么 是他的在画面中按按键 然后接着是用软体去判断 所以你看这个预测其实还蛮精准 有没有觉得很惊人啊对不对 按pq 那说他只是开拆p跟q而已 然后你看他的这个基准都这么高 然后接着他要拆复杂一点 qtpzvm这六个键 这次为了省时间 我每个键只有取样十次 第二关的测验题目是 tpmzvqpqvmtz 有六个不同的键 光是用人的耳朵听就应该不太可能了吧 但是电脑的表现如何呢 我们来看看 太可怕了吧 好 这个画面影片自己看 所以我跟大家讲什么事情 就是说其实听键盘 知道他打什么字 他之前不是什么神奇的事情 他早就发生了事情了 然后所以大家可以知道 这种东西可怕的地方在哪里 就是我可以去事实上攻击很多种 这种东西我们一系列攻击 我们可以把它归纳成说 其中有一个分支 叫做SiteChannel Tag 就是我可以去观察 不只是声音 我可以去观察电压变化 传输资料量变化 路径 旁敲侧击 SiteChannel Tag 就是旁敲侧击 所以看到像这段程式码 这段程式码 它就有类似的状况 就是我可以去做什么事情 我这段程式码 可能用在比较密码的地方 这个东西可怕的地方在哪里 因为很多时候密码在怎么改 我想你跟我的密码的习惯 可能会有很大的不同 你跟我的密码应该会是不同的 但是可能会有些习惯 比方说有些习惯就是说 我可能都有个固定的开头 然后后面再不同场景换个字 或者说场景放前面 然后反正就是不管密码怎么换 都会有几个东西是固定的 因为你要每次想出 完完全不一样的 这是很困难 但是这个可怕的地方在哪里 因为你的密码就往往就存在一些固定东西 所以我只要知道说 我只要知道你外泄一个密码 或者知道你一个其中规则 那去衍生其他规则 其实是很快的 然后更可怕的是什么呢 透过这种像memory compare 这样的一个function 可怕这些什么呢 就算密码变长 但是因为我都是每个字员去比较 因为只要我知道执行这个时间是多长 我就可以去猜出匹配的程度 所以破解密码的难度就会大幅的降低 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 然后注意到这不是什么新东西 这是老梗 所以为了这个是怎么办呢 我们就要去想说我们可不可以让特定操作 像比较时间操作它变长数时间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像ABS 我们要去思考 让它执行的时间是长数时间 也就是说我不要有什么 我不要有分支 我不管怎样运算 我就不会有这种额外的这种if else 或是这种while for 而是它变成这样的一个操作 我们就要让它这个行为是什么 determi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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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很难翻译的 这个翻译不太对 它不是确定性 determistic我们讲的是一个 就是说我做什么事 必然会做什么 所以像龙生龙 凤生凤 这是什么 这就是一个必然的事情 因为龙跟凤 或者老鼠 这些都是不同的物种 尽管在好几亿年前 也许这些物种共同的祖先 但是因为生殖的隔离 对吧 就生殖隔离之后 龙啊 凤啊 老鼠啊 牛 他们已经不可能在什么 在杂交 然后有他们后代 当然有些特定比较接近物种 比方说虎跟狮 也许它可以杂交 但是它的物种 它的后代就不具备什么 不具备生殖能力 所以这个determistic就讲这个 就是说我 我在这样的一个场景 我在这样的情境 我在这样的一个 在这样的条件下 它必定做到什么事 所以像刚才那个程式码 刚才那个程式码 在有去 这段程式码有去 要在哪里 就是它的执行 你看只要我的shift 我的by's的exclusive over 还有这个加法 只要我这些基本操作 它都花一个clock cycle 或是它的运算 就是总是固定的 这几个基本运算固定的 所以不管这个ABS做了几次 它的clock cycle的数量 就会是固定的 这个就是determistic 反过来说如果你一开始造它的数学式 就是这个数学式 那这件事就不固定 就取决于说它是正值 就取决于它一开始是大于等点 还是它是负等值 那它的对应的clock cycle就不同 然后这个东西对于刚才提过了 就是资讯安全就会着重这种事情 是让它在这种长驻时间的话 其实在那种缘码器 还有这些资讯安全的应用 其实是很广泛的 好 那所以像这段程式 有趣的地方在哪里呢 它就是不需要分支 我们也把这件事叫做bentureless 就是不需要分支 那它甚至有一个对应的这个 对应的叫bentureless programming 然后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这东西呢 Linux科目里面也好几个 也好几个地方是跟这种 就是不需要分支 甚至你可以多打几个关键字 比方说打一个patch 那你会发现其实有很多 像你看这段程式版 这段程式版 你也许不知道它的情境 但是我可以稍微讲给你听 就是creepage是什么呢 它是在虚拟记忆体管理 有关的部分 然后虚拟记忆体管理 是一个很高成本的事情 然后更麻烦的是说 虚拟记忆体管理 做很多操作都是很沉重 它必须要做很多次 它每个操作也许是很小的操作 但是它会做非常多次 所以 这种东西 它的bentureless就很关键了 因为我会做非常多次 你就讲我可能会做数百万次 那如果每次的执行时间 变化有很大时间变化 这往往就会导致最终的时间 我没有要预测 所以反过来说 在这个情境来讲的话 有些始终就会导入这种 franchise的始终 我让分支不需要存在 然后这样的话 我执行的成本 就有机会是固定的 它不可能完完全一模一样 但是因为它的deterministic 因为它的CPU cycle 在执行的时候 是什么 是一开始就已经确定了 已经确定了 所以在整体来讲话 我们就不会因为说执行了多少次 然后导致行为不可预测 然后这样的东西 其实在Linus Kernel 其实里面可以发现有蛮多的 像这个 它都涉及到这种最佳话 甚至如果说你考虑到一些 现代处理器的一些车型 某些branchless的程式码 有机会执行比较快 注意到不是每一种 就是某些branchless的程式码 因为就算现在branchless predictor 就是分支预测器就做得再好 但是总是会有猜错的状况 所以如果你的程式码 有机会做到一个够好的 branchless的实作的话 这个其实对效能会是有帮助的 好 我们再继续 所以我刚才跟讲的这些事情 这个其实我们在程式开发 其实都是不可忽略的一个重要议题 但是这个议题其实不是那么单纯 你想这个程式的确可以做出 不需要分支的 就是刚才提到 它是一个deterministic 可是你把一个32元最小值 就这个值 这个值就是32元最小值 输入的话你会得到什么值 你会得到一个很可怕的结果 这个结果就是会得到自己 这件事 这是32元的最小的整数 有耗数的最小整数 但是很不幸运的方式 当你用这个东西带入的时候 你会得到自己 就是做完运算之后 你会得到同个值 也就是负的 所以这是一个悲剧 就是说刚才那个值 就是负多少是 负3 2147 这个值 这个值带入进去 你得到结果它是个负的 但是绝对值为什么会有负的 所以事实上在Glibc就直接告诉你什么 直接在absolute value 直接告诉你 如果你用这个东西当输入的话 是没有定义的行为 也就是说你现在得到负的值 是有可能会发生的 但是你在其他平台可能会得到别的值 所以换个假如想 ABS的输入是有讲究的 我不能把32元有耗整数的最小值带入 因为这件事是没有定义的行为 然后就会有这样的东西 就会有什么就会有攻击 你看有可能就是像摩兹亚网易软器就遇过这种事 就有些人利用这个特点去创造这个攻击 因为有些开发者会预期说 ABS的输入不管什么输入 最后结果一定是大于等于零的值 但是你用这个东西输入的话 有可能会得到一个负的值 所以看到本来它的abs预期会得到零 或是其他大于零的值 但是我现在有机会得到一个负的值 所以是不是有机会存取到不该存取的区域 如果你把这个ABS的结果当作阵列的index 你是不是可以创造攻击 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攻击原理 所以千万不要小关于这件事 为了这件事我们甚至准备一个教材 这也是之前上课同学的一个成果 就是刚刚讲到他对资讯安全很有兴趣 他就是他对Linux的兴趣还好 但他对资讯安全很有兴趣 所以我就干嘛 就叫他说去找 找那些CWE里面 跟C元硅有关的部分 他最后也整理出这个报告 所以我觉得不管怎样 就是我们希望这本课 是引导大家真的有办法去阐述的 有做东西就展现出来 你看他就把他名字写出来 大大方的写给你看 然后就甚至变成我们日后的教材 这都是一个很棒的事情 所以你从这些资讯安全问题 你会发现我们对本职的掌握 是非常关键的 除了这以外的话 我们在探讨C元的时候 一样我们要思考的东西也是很多元 比如说Microsoft Research 一个专业叫Me-Medoc Me-Medoc这个专业很有趣 它其实是一个副产品 就是这个DAN 这个气味不知道怎么念 就是大安 大安站的大安 台北市的大安站 那个拼也直接写 D-A-A-N 所以我不知道这个到底要念DAN还是大安 好不管 就是反正这个DAN 这个DAN很有趣 就是说他过去在开发COKA跟LIN 他开发两套程式语言 那这两套程式语言呢 背后都有些共用的东西 他就把它抽出来 所以他把记忆体管理一边抽出来 那这个管理器很特别的地方是呢 他一开始提出的时候呢 他只有3000多行 但是他的效率非常好 就是甚至可以 甚至可以打败很多 很经典的一些 比方说Google的这个提醒面料品 所以他是一个 程式码又精简 但是效率又依旧很好的一个实作 那这个专业在2009年 2019年发布之后呢 获得很大的一个回响 所以其实蛮多开发者也投入了 像过去呢 我跟学生也投入在这里面 那这个专业里面呢 里面其实存在一些 我们叫什么 叫黑魔法 就是一些很有趣的程式嘛 那其中有部分地方就是这一段程式嘛 看到这程式有很酷的地方是什么呢 你从这个方许内 这个韩式的名称大概猜出来 这个是什么 这是乱术的初始化 那初始化又给一个种子 对吧 那种子也可以试点 然后呢 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他就是这样子写 对 不要怀疑 就是他的初始化就是 就是把 这不是end 这是什么 这是取地址 取什么地址 这一个韩式的地址 好 也就是说呢 他其实是把韩式的地址 当做什么 当做乱术产生的一个 初始化的来源 这个东西觉得很奇怪 就你会以为说乱术产生器 可能是一些数学士啊 或是一些神奇的值啊 之类的 或者是一些 你没办法掌握的东西 但是你看这段程式码 你完全看得懂啊 对不对 他就是指什么 他就是把指标的 就是把地址取出来 然后转型成个数值 然后就变成一个乱术的初始化 为什么这样可以完成乱术的初始化呢 为什么 这时候我们要解释一个神奇的东西 叫ASLR ASLR是什么呢 叫做address address-based layout randomization 这个东西很有趣的地方在于什么呢 就是过往有一些攻击他之所以可以得逞 有一些骇客攻击之所以可以得逞 就在于说你执行在记忆体里面的那些程式 我们称为叫process 在process里面有很多符号啦 所谓符号就是那种变数啦 或是韩式就是有很多他们的地址他们的固定 因为很多原因导致呢 方学不管知心之法是 你只要是在载入到记忆体之后呢 很可能他在记忆体内是长得很像的 有很大比例是那一桶的 所以骇客呢就可以做什么事 他去计算计算一些位移 想办法去变更某些变数 去变更某些韩式的回传值 来导致一些攻击 我们之后也可以讲了 我们之后会涵盖这个部分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就是说呢 因为程式可能它的变化 就是应该要每次执行 应该会有一些依据不同的输入啦 或是依据不同的流程 可能会得到不同结果 但是很不幸的地方是呢 过去因为一些刚才提到的原因 导致说这些程式呢 就算执行了很多次 他们在记忆体里面的layout 注意到SLR讲的layout 就是特定的韩式特定的变数 他们所在的位置 往往它是固定的 所以导致什么问题呢 就是骇客很可能就计算了一些offset 然后创造出一个攻击 那个攻击很容易得逞 所以后来呢 有个基本想法就是说 我让这些symbol 也就是说刚刚讲的function 跟那个variable 就是变数跟那些韩式 它的位置不是有很固定的 我去改变它的这个嘛 改变它的开始的位置 所以比方说一开始的位置在这里 那我就改变 我就用个变数去变更它的起始位置 让它位移到某一个范围 所以骇客要攻击的时候就很困难 因为骇客攻击的时候 它原本是写死某个地址 它就会变更特定的变数 结果我发现了 不是每次都可以得逞 就大笨的绝大多数的时候 都是失败作收 这就是SLR SLR在许多主流的作业系统 比方说Windows,MacOS,Linus,FreeBSD 这样的一个主流作业系统 其实存在 那所以 那Mindmano可能它就利用这个特性 什么特性呢? 就是因为这个Function 它会因为SLR导致会有不同的起始 就是不同的值 这个韩式的值 地址就不同 所以能用这个地址当做什么? 当输入 所以你看 这个就是显然你要造SLR 才造这段程式码的作用 反过来说 SLR的强度就决定了这段程式码的强度 所以事实上这段程式码的后面就改掉了 就是如果你去找同样的名字 这个LundenInit 我们只要看到 LundenInit LundenInit 关掉了 mi 它在Lunden SR新名的Lunden Lunden Lunden 我们刚刚列出来那段程式码是2019 刚释出的版本 但是这几年就很大的改变了 所以你看后面的程式码变得很复杂 恰恰都跑出来了 恰恰 然后恰恰在Linus课筒里面也有 表怀意就是你看到的东西 Linus课筒里面有一大堆 一大堆密码学的东西 这个表怀意就是这些东西 怕你不相信 点一次可以看 这起来是什么 Linus Tovas 然后Linus 有个目的就是恰恰 它反正是一个 获得认证的quickle engine 好 然后所以你看到 像刚才那段程式码就是 你会知道它一开始的作用 然后你知道它会要去强化它的安全等级 所以要引入其他的cyper 然后就是引入那些 刚刚讲的那种 产生这种跟cyper 或者产生hash的这种engine跟algorithm 好 然后再次还有一个误解 我觉得误解是这样 就是说很多同学都说 我这学校只教理论 主理答 很多时候你在学校可能学过什么 复利的分析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会不会应用 好 像你看到 然后我们这边就整理一个教材 就是讲这个 讲这个什么 讲这个复利液分析在做什么事 复利液转换在做什么事 那它有个很重要应用是 就是你如果你去把那个录音 声音把录下来 你看左边跟右边看起来就好像 就是如果我依据时间 横走是时间 那重走是它的能量 所以你光看你是很难分出 左边是男的还是右边是男的 你很难分出来 但有趣的地方是什么 如果你把它频率 就是你把那个 原本是从 注意到 横走原本是时间 那我把频率分析出来 那就有趣了 我们照女孩子讲话的声音比较高 所以我们就可以分析出来 有趣哦 很起来是吧 男生的确声音就比较低 然后呢 这个部分 就是说 频率比较高的地方就是属于女孩子 所以我们就可以很容易去区分 用这个频率去区分出男的声音跟女的声音 OK 好 然后这边有一些这种资讯 你说这东西跟Linus Kernel有没有关 有 找个名探案 你去找Linus Kernel 对 别欢迎 你觉得我讲东西要规程 然后你自己去搜寻 你就可以找到这个东西 然后而且你如果去找Linus Kernel的程式 这边呢 不能直接找负借总汉 你要找快速负列转换 然后叫FFT 找FFT 找Transform 保险 要找FFT 然后呢 对 别欢迎 这边 如果这个东西呢 就是负列分析 这边FFT是快速负列分析 快速负列转换 那这是一样概念 只是说 针对这种运算上做更大的调整 因为原本的负列分析是比较 它是适用在实数 那就是 讲错了 它其实是负数 就是负数的系统 但是呢 我们在运算上来讲的话 这个负数的运算是 运算量大 然后 所以我们会设计一个是 离散 离散的负列转换 然后呢 为了要去加速的运算呢 有个东西叫FFT FFT 就全部叫做 快速负列转换 快速负列转换 那在Linus坑统里面呢 其实就存在这个 存在这个程式嘛 而且其实还蛮多地方 跟无线网路有关的地方 其实看得到 做FFT 也是说这件事呢 跟负列分析 那这边的话呢 这个是跟电视 电视有关的 所以跟你讲那么多是什么呢 就是往往呢 你在学校 你如果学什么 学这个男生的声音比较低层 女生的声音比较高 可以用负列分析 你大概知道这件事 可是这些应用 你知道它用在Linus坑统吗 我不知道 而且呢 像这边 像这边列出来的公司 你很可能想去啊 比方说这边是什么 这边是Quackon Arthoros 就是以前有一家公司 是我们台湾人创业公司 叫做Arthoros 那后来被Quackon收购 然后变Quackon Arthoros 所以你很可能 你很可能会加入Quackon 成为其中一个工程师 那刚好可能就会 投入到这个领域 这是有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但是呢 你看 你要知道这个应用 其实就是需要很长的时间 那这个是呢 所以这也是我在这系列课 怎么在意的事情 因为很多人说 学校教理论 但是其实很不信的地方是 很多很多学生 其实理论也没有学到 理论没学到 实作不碰到 然后像这个 你可能知道有个东西 叫Regular expression 那在至少本系 本系的有一顿课 叫资讯理论 那资讯理论 就会教Regular expression 然后我们会教 Automata 就是教自动机 那自动机背后 全部都是理论 所以很多同学觉得 这好无聊 不想学 但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这些理论 其实是有它的关键 这个是这样 就是说2019年 Cloud Flare 遇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就是你看 这边 重轴就是那些CPU使用率 那你看 有一段时间CPU使用率非常高 几乎满载 那CPU使用率满载的时候 其实不是好事 往往的就出问题了 出了什么问题 就是CPU很忙的做某些事 导致了没办法服务新的连线 所以在2019年的7月2号的时候 遇过一个问题 就是有一段时间 Cloud Flare 上的机器就离线了 没办法接受新的连线 后来发现什么事 是Regular Special 写错 但是要去判定 Regular Special 有没有写错 这件事很难 他们是付出很惨淡的代价 你要知道 就是Cloud Flare 他的客户 遍及世界各地 一旦机器停机 这个带来的损失是非常大的 那当然还有客户的不信任 后面的这种 就是这种问题 可能会 就是超过我们一般 所谓的停机的影响 但是他的问题点就在这里 所以有些人可以看这个分析 后来 Cloud Flare 从这件事学到很重大的经验 就是我们所谓分析程式 不是只是分析演算法 不是分析说要做什么单元测试 甚至包含一些隐藏的地方 因为通常这些Regular Special 它是用什么形式存在 它是用自串的形式存在 它可能存在一个 用一个自串的形式 然后被C语言 C++ PHP 或是其他程式语言 宅入 他的执行 往往很多时候 你根本不会遇到这种极端状况 但是一旦遇到的时候 你带来损耗 你带来这种冲击 太大了 你要能够让这件事是可以符合运气 一样 你也是要同时了解理论跟实作 所以这边就有个很重要的结论 就是 理论跟实作其实是一天两面 其实不要说学校只教理论这种话 我觉得如果学校只教理论的话 太抬举学校了 绝大多数的学校 不然本校在内 根本就连理论都没办法好好的介绍给学生 我们很多时候 因为 这个后面话不好意思讲 还是公开的不好意思讲 但是就是你了解 就是很多时候 过去要求 其实可能可能比较高 现在反而要求降低了 因为很多很多原因 但是资讯科技 跟过去比起来难太多了 所以看到这是一个很荒谬的事情 就是我们大学课程的难度 其实 跟过去比起来 其实有往下降的趋势 但是整体的难度是大幅提升的 它不是只是什么五倍十倍 你说一百倍一千倍我都相信 但是我们大学课的反而变简单了 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所以这往往 让很多同学丧失了这个机会 我们为什么在大学要教你电脑硬体 你看大学会教你什么 会教你微处理器 会教你数位逻辑 电子电路 然后再教你会教你很多数学 教你很多演算法 资料结构 作用系统 甚至还教你 甚至还教你一些什么 电脑图形电脑网络 但是很不幸运的地方 多数的学生根本就没有机会 应用到过去学的这些知识 这些基础 不是说你学不好 往往是什么 往往是你没有那个舞台 然后这边就跟大家分享一个事情 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基本功 我们这么刻就会很强调这些基本功 那这边跟大家做一个经验分享 就大家知道我学历是比较吃亏的 就是大学是中错生的 然后但是我知道一件事 就是其实也有一些人跟我一样 就是没有什么亮点学历 但显然可以写程式 但是我就不甘心什么事 我不甘心被人家认定说 哎呦写程式好会 但是看论文就不会吧 就是在台湾真的是 什么歧视都有 这很可怕 多变态 这上课再讲 所以我就 这件事我很清楚 所以我在15年前 我就很清楚说我自己要干嘛 我要做一些有理论的东西 那时候是这样 就是我去应征一家公司 这家公司我就不讲 那个公司就是要做多媒体 就是很多数学 你没听说就是MPEG MPEG4 或是说是做那种AAC 或是这种Speech Codec 就是像你这个线上的视频会议 它里面有很多那种Codec 需要做最佳话 要去调教 所以我知道一件事 就是说 我如果只是写程式 写出一些知名程式 我顶多是接近唐凤 对吧 唐凤也是做很多程式 但是你显然不会说 唐凤有什么 学术的产出 或者说他理论会很熟悉 就是一般人不会有这种印象 或是像一个另外一位可能有提过 叫Tony Q 就是 不是坦语 是Tony 就像Tony Q 所以像Tony Q 他就是也是写程式很会 但是就是说 如果问他对理论的掌握 可能就 可能就没有什么期待 我不甘心了 所以我就决定说 我就是15年前我就跟 我就说 我一定要做跟数学有关的 一定要做需要很多运算的 那时候我就拿我的一些作品 就是跟多媒体有关的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关注前面讲 那个FFMPEG 里面一堆数学 里面的Codec本来就是数学 你要去最加换那些数学 最加换那些运算 其实需要更多的知识 结果我在面试的时候 某一家公司 我在面试的时候 人家主板就有点看不上 不是有点 非常看不上 他就很怀疑说 他没讲 但是就是那种态度 他就说 我很担心你数学不会 我们公司要读很多论文 我们这些公司有很多台大之中的 台大电器的硕士博士 他就讲这种话 他说 我怎么担心你跟他们合作 会听不懂他讲什么话 然后我就很生气 我说 那你就出一个题目给我 就是出一些Codec的问题 然后不巧我就答对了 然后他还是很不开心 因为他是被他老板要求来面试我的 因为公司很复杂 总之就是我去说服他老板来面试我 所以主管就有点不屑 他就说他担心我连大学为积分都不会 所以他就考当场考一个什么 分布积分就画面这个 我常常上课的时候讲这个东西 这一段其实不难 Arc tangent的积分 但你想想看 尤其如果你已经在出去工作了 要当场叫你计算Arc tangent的积分 你觉得你要花多少时间 不能Google说你当场算 这不难 但是要你当场算 就算你已经 你就真的从台下练习 台下很好的学校毕业 你很可能当场算 Arc tangent也很贵 会想一阵子 但是主管就是叫我当场算 那我就 你既然问了我就什么 你既然曾经曾经有问 我就当场算 然后说真的 你要怎么去弥补你的学历的落差 你要怎么让你的弱势 说真的就是考的东西 人家叫你当场算数学 就当场才推导 后来我在应征另外一份工作的时候 也有类似的 就是我那时候印证的是需要做设计晶片 一样我不方便跟你讲哪家公司 但是你可以猜得出来 就是需要设计晶片 而且那家晶片公司还蛮有名气的 然后一样有这样类似的问题 就是他就问我说 就很怀疑我对电磁学有没有概念 所以那时候他就叫我当场正 正Nyquist Shannon Stampling Theory 就取样定理 取样定理 取样定理其实要表达不难 但是要证明其实有点麻烦 直接给你看结果 他的证明 要描述他其实蛮容易的 但是要证明 有一点讨厌 就是要证明 其实要 刚好这是我们前几年的教材 我有时候出现成他之工的 并不是我们本系会教 真的就是不要怀疑 就是当场就要去证 所以我那时候在十几年前面试的时候 我就当场就真的写 写说什麽叫训话转换 然后干嘛 刚才开始讲这个影响是什麽 然后开始来震 然后把那个白板的写完 然后就只能这样 说是你在台湾 就会有各式各样的歧视 只要看到你学 就算你读到研究所了 人家还是会怀疑说 人家怀疑说你的数学不好 实作不好 都会遇到的 你不要把那个什麽作品讲的 人家看到我的作品就会录取我 只要带着偏见面对你 讲出什麽糟糕话 什麽都有 所以甚至我在台湾的学校 在成功大学 甚至开一个专门在什麽 教你面试的课 就怎样 因为真的太多那种歧视了 所以打好基本功 是为自己杀出血路的途径 反正我讲的事情就简单 我去应征那个公司 我要的就是什麽 我就是要 我不管我学的什麽 反正你们拿做博士的题目给我 我就当场给你写 当然我可能写比较慢 然后给你给你一点时间 但是我就是当场表达要证 证Nikris Sharno 770 我当场证 这样可能计算 证证 如果说问我MPEG 如果你允许让我看规格书 看10分钟 然后我就当场讲给你听 说真的你就只能做这样 否则你在台湾就会吃过很多可以 好继续 然后你要知道就是什麽 这个事件不会等你 这个事件的变化 其实真的是差几年就可以差很多 从2017年开始 iPhone X 就是什麽 不是X 叫做iPhone X 这不是X 这是X 好抱歉 iPhone X iPhone X iPhone X 这一时代它的单核的效能就比什麽 比这个MacBook Pro的效能来得好 也就说手机的效能 其实在207年就超越桌上型电脑效能 这不是天方月潭或者未来事 它早就发生了 207年就发生了 而且更可怕的地方是什麽 就是处理器的变化 真的比各位想像的又叉又更大 所以你看像后面有个报导 这个报导我不是要帮Apple做什麽广告 而是说什麽 你看上面说 Apple發表什麽东西 CPU6核 GPU4核 然后又有个什麽 神经网路协同处理器 8核 然后效能比前一代高很多 那问题 你看到这个报导的时候 你心中可能会有些疑惑 第一个 为什麽CPU是6核 为什麽 那为什麽GPU是4核 为什麽协同技術器8核 然后他说 效能比前一代高了一半 为什麽这件事会变 为什麽它会变快 为什麽 你不能回答是因为Apple 不能回答是因为台积电 不能吧 对不对 就是 但是请问你学过CPUscience 如何解释Apple的处理器 为什麽变快 为什麽它选6核 为什麽选4核 坏 所以你看到你读这些报导的时候 有没有这种感触 这感触就像什麽 这也是文族的 注意到佳颖 就是说你看这些东西 你只是傻傻的 人家写成报本就相信 你没有要质疑 甚至人家写错 你都搞不清楚 那去看下一个报导 说第二代的7奈米制程 就是A13 就是Bionic 然后它就从电晶体 从70亿个到85亿个 然后效能又增加多少 然后一样的问题 为什麽这样做 从第一代7奈米制程 到第二代7奈米制程 为什麽这件事 功耗可以降低30% 为什麽 对不对 你看你又遇到一样的问题 就是你一样 你就算学Compute Science 你就算学EE 你没办法解释 Apple發生什麽事 你没办法解释 为什麽手机的处理器 它的效能 是可以超越做上级电脑的 Why 你很难解释 那为了解释这件事 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困难 你要怎麽说明 那更困难的地方是什麽 好 假设你不管这些 这些上面数字好了 那人家问你说 那请问你 请问念过Compute Science的你 请问念过EE的你 我的程式 跑在旧版的iPhone 跟跑在新版的iPhone 效能会差多少 你可以告诉我吗 多半时候你答不出来了 因为它不是一个数字 如果你要回答这个问题 这个是非常复杂 你要设计很多前进 你可能要设计实验 然后你要能够去解释这个实验 然后设计这个 陆续Apple的一些内部设计 比方说M1 我不能跟你讲在哪里 应该不太合法 但是Google搜寻 可能会找到 就是那种泄露出来的资料 它其实有一部分 它有很长的资料去解释说 新的数据做哪一事 那这个东西 其实是拉开效能落差的一个关键 那出入此类这些资讯 这就是这些 这个 都暴露一件事 这个世界就不等你 这个东西就是困难 但反过来说 也因为这个世界这么困难 所以才值得你我投入时间在这上面 好 那今天我想讲一个 也是这门课的一个理念 这个理念就是回应这个 费曼 很知名的物理学家费曼 他的办公室就有两句话 他就是说 我不能制造的东西 我不能创造出来的东西 我就不能理解 然后 而且另外一件事其实蛮重要 就是说 知道 怎么去解决一个已知的问题 这个很重要 就是很多人 就说 他知道 这个东西是怎么证明 像前面讲 取样定理 或是什么东西 或是甚至知道 负利状态是怎么回事 但是你有办法去解出 有办法去证明 或是就是在你推广之前 在你应用之前 你有办法去证明 徒手去证明 我一直到今天我都还 偶尔还会去算一下数学 就是去确认到自己脑袋有在运作 其实一样的道理 就是 我读的书不多 但是我要去法说什么 我读过的书 我是可以用 所以有时候我还会去看一些高中的书 比方高中的材料 比如说高中讲什么 人次定理 讲什么安培 右手定理 我还会发这些时间去读 我跟别人讲很简单 我就是一个高中学历的人 但是高中讲的 每一个主要的知识 我知道 我可以掌握 那我想也是一样 我希望各位同学去知道 Double一个系 也是这个复杂的东西 但是你总会有自己 想要在这个领域精透的 在这个领域 你要宣识你擅长一分 那你就把你擅长一分 好,我继续 前面讲到这个 钢琴师都在用Linus 其实也好亚裔的 如果说你对音效 其实已经有蛮多那种专门在搞音效的人 他就是用Linus 因为Linus来讲的话 第一个你可以用在更多不同 硬体档次的电脑上可以使用 他没有像Windows或是MacOS这样对硬体的要求 限制比较 就是不是限制 应该说 因为Windows跟MacOS 其实对硬体都会有 比较强烈的那种期待 但是Linus来讲 有机会用比较广 从那种树莓拍到一般那种 做上行伺服器都可以用 所以其实不只是关大尾啦 其实是那种做音效处理 其实蛮多是跟Linus关的 这边给你几个关键词给你看看 Audio Pre-Ends 其实这个其实蛮多人在用 跟那种音效处理的 或是那种Mixer 其实蛮多人是跑在Linus之上 有些发烧油 发烧油也是在Linus上面去建构这种系统 然后我这台电脑上是没有装移除广告的 因为有可能Google会给我一些优惠 所以通常我直播的时候 通常不会把这种东西打开 因为你懂吧 所以刚好只是广告没有跑出来 好再继续 我们刚才就提到 就是费曼的提到的概念 我们就希望在这门课也可以去落实 所以我们这门课 很多时候我们不是只用看去看Linus的程式 如果你在Google搜寻应该不难发现 其实蛮多在尤其在中国境内 中国境内其实有很多人写博客 就是这种网织 这种blog人 写博客的时候 其实就是很多这种分析程式码 这个其实蛮好的 就是认真的分析一段程式码 然后跟大家分享 但是我不开心的刚才说 很多就是看 没有去真的说我把这个程式码改写 你要想 为什么Linus客楼一直到今天具体的发展 很多时候就是因为不满足现在的成就 Linus客楼一直到 从以前到现在都有非常大的潜力 而且实际是真的能用的东西 但是为什么还真的很多程式码可以一直改进 就是因为过去的东西不够好 过去的东西可能会有些缺陷 所以总是会有新的人 前铺后继的人去投入 去创造出更好的 那这边我想要呼应费曼的想法就是说 我们这门课堂其实也是尝试去做一些东西 比方说我们做Link List 我们在这门课就会反照Linus Kernel的做法 去做一个Link List 但是在这之上去做一些额外的扩充 然后或者在第二周 我们会去接触一个Hatch Table 在里面听说Hatch Table 但是听起来是在无聊的 就是很赞无聊的东西 但是有趣的地方是什么 一样我们再刻一个 比照Link List核心的方法也可以 然后去探讨Link List核心为什么要这样做 如果这样做有什么特性 会有什么样的考量 那这些东西都是你实际做过一次才清楚了 所以我们在这门课 我们不会只是看Link List核心程式版 有些时候我们是尤其前几周 我们会把Link List核心的有些东西重做一次 去呼应费曼讲这两句话 然后这门课我们也会去强调说 这个ARM的处理 ARM的处理冲击太大了 就是30年 就是刚好ARM跟Linux 它出现的时间差不多 ARM是1990 Linux kernel是1991 所以这两个东西 虽然看起来是不同 一个是处理器 一个是作业系统 但是这两者对我们今天的影响都非常之大 刚好都借满30岁 然后ARM的影响我们就不讲了 新的数据我就不找了 因为实在是成长太怪了 所以我就写到2015 这我前几年收写的数据了 但是现在数字当然就更激烈 Linux在2021年的时候 借满30 太好了我们就可以继续了 太有趣了 然后这边就是一些统计 让各位知道Linux kernel的成长 最后统计是旧的 因为Kernel实在是改太多了 然后大概有概念就是说 Linux kernel现在的话就是 3000万行超过 然后过去已经是每天增加4600行 然后每小时会有7.8个层次 就是patch被提出 最后patch不是讲行数 是讲说一个patch里面可能会有几百行 也可能会有几行 这很难讲 然后大概周期大概就是以前是9到10周 然后现在的话大概是10周到12周 然后有一千多间公司 那活跃的开发者大概就是1万名内 就是非常活跃的话大概就是6000名 然后参与开发就是1万多名开发者 那这边的话就想跟大家探导就是说 所以你看面对这样的一个moving targets 所以其实我们要想什么事情 就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想的还是这些很基础训练 这个基础人都会讲 但是能不能反映在你在理解这些复杂事物上 这才是一个重要的考验 就像前面提到很多人知道负益分析 但你可不可以了解说Linux核心里面 到底用负益分析来干嘛 像刚才有提到的是什么呢 又断了吗 酷耶 这里我就想呼应蔡芝浩博士说的 他说呢 雅琳可以让你健身 但是雅琳不是最主要解决问题的事物 那教育呢其实就像健身 我想各位从过往到现在很清楚这件事 这些基础知识 就是往往呢不是让你立刻能够直接解决一个很明确的事物 但是呢我们从这些尤其是电脑科学背后的这些基础 让我们其实有具备足够的能力去面对这些挑战 特别是自我学习 尤其在Linux核心 在Linux核心设计 Linux核心实作这样的一个课程呢 其实我想最关键的就像蔡芝浩博士讲的 强大的自主学习能力 那如果我们看呢过往的这个 资讯科技产业尤其是在我们现在所处的台湾 那你会发现很有意思的地方是呢 大约在二十年前或是 接近的时间点 其实你会发现呢 全球有超过一半 对你没有看错啊 全球超过一半的IC设计公司设立在台湾 而且呢这些IC设计公司呢 其实对全世界有非常大的影响力 好 那除了这个IC设计以外呢 你可以看到说在三十五年前二十五年前 其实台湾能开发的资讯系统 的确是世界有的 不是只有在电脑硬体 你可以看到说呢 在中文系统文术编辑 排版程式 汇图程式 资料互管理系统 这些呢其实我们在后期课程 可能也会跟大家聊到这些议题 然后我想要特别提醒大家 其实我们台湾在资讯科技 不只是领先 而且是非常全面 你如果对比一些国家 比方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你会觉得说可能它的这个 网际网路发展非常强大 然后你看到说很多词汇 我们现在听到很多词汇 是源自于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有境内的公司或是一些书刊 但是事实上呢 台湾的资讯科技产业 事实上是全面很多 不是只有说这个网际网路 当然台湾的网际网路也是比 中华人民共和国来得早 那所以我想做一个 开设在国立大学的课程 我想我有这个义务 跟大家提醒这些事 其实我们台湾人 是曾经有一段时间是辉煌过 而且引领这些时代开发的潮流 当然在这十几年来 这个台湾的状况有很大很大的改变 然后就是你会看到说 算过去涉足比较早 但是现在有一些很 或多或少一些严重的问题 那我们这份课程呢 显然是没办法直接解决什么问题 但是我就希望让我们可以 在过程中培育一些有自觉 有能力面对挑战的工程人员 然后来日呢 也许可以扭转台湾现在的状况 那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呢 立即市场 就像在画面中 右边看到这个SpaceX 那这个SpaceX呢 它背后的这个太空经济 其实是我们台湾人在工业方面呢 一直没有开启的一个空间 当然的确现在已经有一些台湾的 企业达公司航号 其实已经在做航空太空领域 但是比较多的是在制造方面 但我现在讲的是一个高度的一个整合 也就是说呢 不是只是做高温耐热材料 不是只是做喷水 不是只是做这些很特别的加工技术 我讲的是一个就是说 真的去像是设计火箭 设计火箭控制系统 好 那这件事呢 你可以看 这也是ARC 就是前瞻火箭研究中心 一直在尝试做的事情 好 那我们这门课呢 也跟前瞻火箭研究中心呢 有一些基本的联系 那你可以看到说呢 像ARC的软体主管 曾经在2019年的时候呢 代表ARC 在Linus基金会举办的 Embedness Conference 發表呢 就是怎么去客制化Linus 让这样Linus可以适用在火箭控制系统中 那当然火箭控制系统呢 绝对不是只是做这种 你想到的控制本身 因为事实上火箭飞行的过程中 很可能就只有一分钟 或是四分钟 就到一百公里四百公里 有可能就是这么短的时间 那所以我们今天讲的控制呢 是涵盖很多层面 包括说在模拟啦 甚至在一些例外状况的议题 这都是要充分涵盖的 那你可以发现说呢 Linus在这个过程中 也扮演很大的 很有影响力的角色 除了这以外的话呢 成功大学过去呢 也在太空领域有很显著的发展 例如在2022年1月13号的时候呢 成功大学电机系 庄智星教授带领的团队 这个立方卫星的开发团队呢 顺利的搭载SpaceX Falcon 9 然后这是成功大学自主研发的第二个立方卫星 那这样的其实是在 不管是在科学分析啦 然后甚至是在国防 其实都有一定的影响力 甚至你可以去找一些关键词 比方说你找人造卫星跟地震 你会发现人造卫星甚至在某个角度上 有对地震有一定的预行作用 这个在浮沦摩沙卫星7号 其实就尝试做这件事 那我也想提醒大家 其实我们台湾人在这方面呢 的确也是不只是没有缺席 其实也是有机会在这里面发光发热 那所以想到这边大家都可以了解 所以其实为什么我们在课程中 为什么跟你讲这些咨询科技产业 我们其实不是只是让大家能够在咨询科技产业服务而已 我们希望大家具备有足够的能力 你可以透过强大的自学 你可以透过你自己本质的强化 然后你可以打群架 在未来呢 你也许找到一个好的标的 比方说像这种太空工业这样的标的呢 你可以透过自己对于这种资讯系统的高度认知 然后有办法去扭转现在产业的限制 好 然后具体来说我们要怎么做 这边我就引述OpenStack 他的前董事陈辉 陈辉是我在中国亲的一个朋友 然后他讲过一句很有趣的话 他说每天泡在开云发展 就是开放云是什么发展 每天都跟大牛 这些高手合作不牛必也难 这个是土话的 这意思就是说你每天都跟高手共事 其实你一定会跟着变强的 哪怕你只是从很小的事情开始 但是因为你每天都跟大这些厉害的 而且很多厉害的高手 其实他们也是很亲民的 就是可能跟你过去会觉得说 那些像什么Linux Twas这种高手 你会觉得说他可能距离你很遥远 的确他的能力距离你我都前进太多了 但是这些开发者 其中有一部分 其实他们是对新人很友善 我们过往在去年的时候 也有三个同学 对Linux核心提交程式码贡献 然后也很快被收入 甚至获得一些很好的讨论跟指教 这个其实就是我一直想要贯彻的精神 所以在今年的时候 我希望把这个模式扩大 我们去年只有三个同学 贡献到Linux核心程式码 那没关系 我们今年再继续努力 然后除了直接贡献程式码到Linux核心以外 我们这门课也使用了一种渐进式的模式 就是说我们一开始 让同学们使用全部开放原始码的技术 作为教学工具 所以你也会去搜集相关的素养 你从我们第一周的作业就可以发现 其实你可以看到说 第一周的作业描述非常长 你光是看完可能就需要两个小时 或者更长时间 更别说后续的操作 那这些工具跟过往 你接触很多东西很不同的地方是 过去你可能一些商业的开发套件 它就可能一整套给你的 但是开放原始码的技术 很多时候它不是一整包给你的 它很可能是落干的小工具集合起来 所以你就要去熟悉这些工具的使用 怎么去组合甚至背后的逻辑 就是说因为商业套件为了要吸引你使用 它往往会设计一个按下去 就可以做特定动作 但是开放原始码的软体 有很多是那种小的套件的组合 所以它的确也有整合开发环境 但是更多的时候你要了解 到底有哪些工具可以组合 这个组合跟组合之间 有哪些特别的设计一体 甚至是对应的限制 好 那这个都需要一定的时间去根据 这也是我们在课程中想带着同学去体验的 好 除了这以外的话 一旦我们同学有办法对开放原始码技术有一定的掌握 甚至开始贡献Linus核心之后 那我们就可以来做什么事 在Linus基金会举办的中共研讨会发表 这个其实蛮重要的 因为往往你如果你是直接贡献程师码的 有时候有遇到那些维护者那些高手开发者 没有时间看到你所做的事情 就忽略了 或者说因为毕竟交流一些 交流其实很多都是文字的交流 其实这个是很有限 但是如果你去参加Linus基金会举办的讨会 你就会发现你可以有机会跟这些开发者近身的联络 就是当然不是只是跟Linus核心合照 那个是存基本款 那更多的时候你要做什么事呢 就是跟这些开发者直接面对面讨论 我举个例子 我2015年的时候 我那时候在投入一个砖 这个砖就是在一个像这样的一个微控制器 这样一个microcontroller 这样的microcontroller 它其实是在当时有很多限制 Linus其实已经可以在这样一个装置上执行 但是当时有一些限制 需要Linus核心做一定程度的修改 好 我在2015年的时候我就跟学生 在其中一个讲座 就跟这个与会者分享我们的这种过去做的事情 然后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甚至是怎么去改进 好 那有意思的地方是 我们就刚好遇到 刚好就维护那一个部分 就是维护跟这个 唯控制器有关的开发者 他就直接打断我 打断我说 我想起来了 上次我看到你们写的东西 我还没有空看 那我希望用这个机会跟大家讨论 所以很有趣的地方是 本来那个议程是 我跟学生一起要去讲的 结果被打断了 被打断就是说 其实打断是好事 因为真正的高手开发者 就跟我们一起讨论 然后就说 这接下来怎么做 最酷的地方是 那个研讨会开完之后 Linus在这样一个 微控制器的平台 所以我们的资源就大幅的提升 所以我想这个就是 其实就是呼应前面陈回讲的 跟大牛合作 这件事当然你没有亲身经历过 你可能没有 没办法了解这件事的灾害 但是我相信这是一个 我们已经有一些成功案例 我希望把这样的成功案例 扩展出去 好,于是从2005年开始 我就超过10位学生 到Linus基金会 举办的这些国际研讨会 去发表成果 那当然不是只有Linus基金会 然后也有一些 跟它相关的 可能是一些欧洲 特别是跟 因为跟我的背景有关 就是比方说跟 即时系统 制度控制有关的研讨会 去发表 以Linus为基础的成果 那说到这以外的话 我们过往也安排 跟旅居矽谷 这边讲矽谷比较广 我包含说旧金山 甚至是在美西 我包含说西雅图 那边的华人工程师 那当然大部分都是我们台湾人 然后就是跟他们交流 那这个其实也是蛮重要 让同学知道 我们学习这些Linus 我们学习这些开放有什么技术 到底要怎么用 然后过程中也会遇到一些 很有趣的状况 这边也跟大家分享 大约在2018年的时候 那时候我是为了要做2018-2019年 大概在那个时候 总之我们那时候有一个叫做成功大学分散式账本实验室 我是这里面实验室的共同主持人 然后我们有一些跨国 就是可能是在日本 或是其他国家的合作计划 那其中我们有一个需求是这样 它是其实一个蛮小的需求 就是我需要再一个 你想像一个 可能像树莓派这样的一个 树莓派这样的硬体 然后在上面执行Linus 那这里面执行Linus 其实已经可以执行的很顺畅了 但是我们当时遇到的困难就在于说 有些城市是针对Intel X86架构去做最佳化的 所以我们就做一个专案叫做SSE to Neum 那这个东西呢 名字对你来讲一定很生疏吧 但是呢 其实这个东西不难懂 就是说在Intel的X86架构有一些扩展的指令 比方说SSE 那它就是一系列扩展指令可以去强化这样一些多媒体 或是一些讯化处理 好然后呢就像刚刚提到 因为有些软体已经针对Intel X86下面的SSE这样的一个指令 去做最佳化了 那所以就遇到问题 因为树莓派 你可能知道树莓派是执行前面提到的ARM的架构 好所以显然呢 有些软体已经针对Intel X86架构去做最佳化 然后呢我现在要让这些城市码呢 能够在ARM为基础的装置 例如树莓派可以执行 所以我们就遇到一个很大困难就是 你们要冒然的把这些城市直接用这个 直接用其他方式改写 因为这样投入了成本TAGA 就像我刚刚提到 我们最早做这个专案其实只是一个小小需求 所以我们就干脆去维护了这个专案叫SSE to Neo 就是把原本针对SSE指定的这个 就是说你可以想用它就是一个Function Core 就是说针对原本用SSE的程式 我可以无痛然后几乎无痛的转移到 有个东西叫Nian 它就是也是跟Intel的SSE相似的 但是它显然是完全不同的指令 所以我们就做这样的一个转换器 所以注意到它是一个Translator 好那这样的Translator其实很有趣的地方是 其实一开始它就是一个小专案 当然到现在还是一个不大的专案 有意思的地方是这几年获得很多认同 例如是Apache Apache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开放原始码集合专案 就是说我们前面讲过Linus核心是世界上参与者 相当多且复杂的专案 所以它人数不是最多的 如果你讲人数最多的话其实是Apache Apache是范围最广的 它旗下有非常多专 比如说你看像Doris、Impala、Kudu 这些就是光是Apache底下就有画面中这三个 当然实际上更多的专案 其实有三个专案已经用到我们S2Nian 就是全世界最大的开放原始码集合的专案 除了这以外的话 还有你可能有听过像Brander 对不要怀疑 这个Brander就是你可能用过Brander 可以去建立一些这种立体的物件 然后你会发现很有趣的地方是 这里面有一些列表 然后像Kata Kata的话 你光看名字看不懂这个在干嘛 Kata就是做那种跟太空探索有关系的 你想要说我们透过哈勃 或者透过新的光影镜 可以来看到 可以观测到这种各式上的星象 但是我需要一个视觉化工具去展现出来 所以像Kata 那除了这里外的话 像这个 这个专案是Intel Intel正式的专案 叫Compute Run Time 好 让你发现这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这些专案看起来很多元 对吧 就是底下很多列表 看起来很多元 但是它们都有个共通需求 什么需求 就是刚刚提到的 共通需求都是 因为原本已经有程式是针对SSE做最佳化了 但是这些 刚刚提到的这些软体 虽然它应用非常多元 但是都有个共通需求 就在于说 它都希望可以在ARM的机器 ARM的伺服器 能够去执行 不然说 你可能知道 Apple M1 就是ARM自己设计 以ARM为基础的整合晶片 这个整合晶片 里面既然它是用ARM 那就会遇到问题 就是如何把过去 已经针对Intel S86 SSE 这些指定最佳化的程式码 搬到ARM上面执行 所以这个真的就是无形材流 因为它就是一个小专案 一开始就是我跟学生同事开发 可能就是没几个人在做的 大概就是开发者可能就是四个 三个四个这样 包含我在那三个四个 大家没想到 获得好一些公司采用 像Apple Yamash 还有世界上最大的开放原始码基金会 Apache Software Foundation去采用 然后这件事也跟超级电脑有关 你看这一页跟下一页 其实乍看之后那没什么关系 对吧 超级电脑做很多事情 但你要注意到 超级电脑有一个领域 也是你没有想到的 这个东西叫高频交易 各位不要怀疑 就是华尔街那些 你以前在电影看到什么 华尔街什么之类的 有很多高频交易 然后全球大概有10%的超级电脑 运算力拿来做高频交易 所以注意到 这是很显然的事情 就是有资本就可以驱动这些发展 你可以从这个画面中列表可以看到说 过往20年 美国、日本 还有近年来中国 其实在超级电脑 扮演重要的角色 好 有意思的地方是 有一台超级电脑叫附越 附越 它是诠释的第一个 以盎架构为基础 获得 它不是第一个盎架构为基础的超级电脑 是第一个以盎架构为基础 获得排名 是Top500 就是全世界500大 500强的超级电脑 排第一名 第一次 好 而且它残联了好几次 所以就是2020年、2021年 今年的报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来 所以我们就不更新了 但是它已经从2020到2021年 一年也会有两次 两次比较的机会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很有意思的地方是 附越里面 它既然用ARN的架构 所以隐约觉得什么 隐约觉得 是不是用得到ARN SS2那样 对 所以再讲一次 你看这工程 遇到一个有趣的状况就是 因为附越超级电脑 上面执行ARN 特制的晶片 然后它也会遇到移植软体的问题 所以不是每一套软体 都针对ARN去做最佳化 可是我还是希望可以在超级电脑上面执行 所以 接下来我就 在去年前年就陆续遇到很多惊喜 例如有个专业叫SPAC SPAC SPAC是针对超级电脑需求 开发的套件管理程式 你可以想像说 它就像你用Debian Ubuntu 那种APD-Gate 那种东西 然后SSE图 你一样也被SPAC去收录 而且很活跃的更新 然后这就是让我很大的困难 因为说真的 就是我们当初用这个软体 被Apple 被亚马逊用 可能还有点道理 因为Apple自己有自己的晶片 亚马逊 如果你不晓得的话 亚马逊自己也有那个 亚马逊自己也有 ARN晶片 所以你看到 Apple有自己开发的ARN晶片 亚马逊也有 所以他们这两家公司会采用SSE图 尼昂这个专案 而且参与贡献 好像就不难理解了 对吧 但是最怪的地方是什么 这个超级电脑 这个SPAC是针对超级电脑需求的 结果没想到SSE尼昂图也被采用 所以这让我给我很大的困扰 到底谁在用 然后结果没想到我就打开这个SPAC 打开SPAC之后我就困倒了 因为我光看这些简介都看不懂 这里面简介有很多像画面图看到DNA sequence对标 就是DNA的序列 然后看到Protein就是什么蛋白质这种 然后里面有很多这种跟基因有关的 就是光是画面图这几个 就跟什么有关呢 跟生物资讯学有很大的关联 然后简单说他们在做什么事 就算他们用途做的很不同 有可能在做基因定序 奈米孔定序 或者说要怎么去拼接基因组 然后怎么去做测序 但是有个共同点 这些软体都执行在超级电脑上 而且超级电脑很可能就是执行在副业上面 知道吗 因为副业是第一名 全球第一名的 计算能力第一名的电脑 然后它是用AR架构 然后这些软体 刚好它都需要在副业上面执行 所以你隐约就知道问题在哪里了 这个观点在哪里 就是SSE 图量让原本针对Intel S86 SSE指定最佳化的程式 可以直接无痛的在AR架构上面可以执行 所以你看这些有扭曲的地方就在于说 我们做的这个SSE 图量让这些超级电脑 让这些伺服器甚至是Apple新的什么 新的自己设计的晶片 都有机会把过往的程式 直接移植在这些新的AR架构上 那大家有没有好奇啊 为什么要特别去支援AR架构呢 那这边就是引述AR架网站 它说什么呢 以这个亚马逊 亚马逊自己设计的AR架构来讲 那这个Grabbiton 2来讲的话 有机会省下50%的成本 就是能够提供同样的运算能力的前提下 就是说不管你是Intel架构的机器 还是AR架构的机器 那在Grabbiton跟Intel的硬体来做比较的时候 当你的运算能力相同的时候 我们考虑到功耗 我们考虑到相关的开销的话 AR架构有机会省白入食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这些前面基因定序的东西 要特别去移到AR架构了 因为它的成本效率比较高 我们知道就是开发疫苗 它是争分夺秒的事情 我不知道你现在打的多少疫苗 你可能不管你打的是AZ 高端 BNT 或是莫德纳这些疫苗 其实它背后都需要大量运算 这些运算如果放在传统的资料中心 很可能会遇到成本 就是成本可能过高 当然这些单位它显然它不缺钱 但是它在这地方是什么 这是同样的资本下去 我能不能带来更大的效益 所以AR的伺服器 为了提供生物资讯运算 更好的成本效益 所以你看 这就像这个网站提到 有兴趣可以点一下这个连结 所以你可以知道一个有趣的地方 就是SSE同样是我们成功大学 分散是在我们的实践是一个 就SSE project 一个无心插流的一个砖 但是没想到它竟然有机会用到这个生物资讯运算 对我个人来讲的话 我对这件事很感动 像二十几年前我那时候 自己的目标就是要考上某某大学的医科 我有时候上课也会讲这种事 但是因为自己就不争气 看到雪就会投雨 所以那时候高三的时候就蛮难过的 因为分数上就了一血系 但是就是不敢读 然后来读了这个资讯工程 好像拿的就是后来出去工作 好像拿到股票分红 代表量也不错 好像也不会输给一般的医生 但是心中还是有遗憾 还是希望可以对这个世界多做一些事 没想到我们餐饮开发的SSC图尼亚 就让生物资讯运算有机会获得更高的性价比 所以也有机会去提升这个基因定序 当然这件事就对疫苗 或者多人类疾病的这种探索 其实会有些帮助 所以我想延续这个经验告诉各位 就是这边就呼引胡思讲话 发表是最好的记忆 所以为什麽我们在这麽课 很鼓励大家去发表成果出来 其实也不是为什麽KPI 像我个人说我也不太看这东西 我一年就写个一两篇论 我就低标过去 我不是自在学术发展 但是我看到很多很有天分的年轻人 我在身上感受到这种活力 感受到这种未来希望 所以不管怎样我就会 在我心有余力的时候 就带着这些有朝气有能力 而且勇于面对挑战的这些年轻人 带着这些同学去Linux基金会 或是类似的这种研讨会 发表这成果 当然过程中我们也是 不是只是演讲而已 我们也把对应的开放 我们也是把专案发表出来 就像这种SSE图尼一样这种 算小小的 但是有机会影响你我所处的事件 然后回来这门课 这门课虽然课比较Linux核心 但是你要怎麽去看待它 我建议是你把它想像成 电脑科学的总复习 就是说我们在这门课 当初在规划说的确有些限制 就是限制说同学说一定要具备什样的基础 后来发现限制再多也没什麽用 因为我不知道你过去怎麽学习了 或是说你过去你遇到很好的老师 你也学到很多东西 但是你在此时刻就没办法发挥出来 这不是我比较难 所以与其这样子 不如我们就这门课 就带着大家总复习 所以带着大家重新学习 复习西元资料结构演算法 基础统计然后编起原理作业系统概念 然后处理器设计 注意到这些东西都有机会在这种课 重新学习到 当然我没有义务去教你这些课 但是我会跟你讲说你的认知哪里不足 为了弥补你认知不足的地方 你要怎麽去改进 然后过程中我们也很重视这些细节 有些细节你会锁碎到你会觉得很烦 就是有些很小的事情 然后你可能会发现说我可能在课堂上 或者是你回家的作业 就一直盯着这些 然后这边就要呼应到德国诗人 德国诗人他讲的话 就真的只有耐心圆满完成简单诗的人 因为你把这些简单小的事 可能他看起来繁琐 但你如果耐心的去掌握他 你才有机会去完成困难工作 我想这些基础知识 左边列出来的这些基础知识 其实他带着思考这件事 同样是资料结构 比方说link list 这个链接串列 这个东西你可能大学一年级 或者更早之前就学过了 但是有没有想过链接串列 它的使用很可能跟你想的不一样 如果你不相信这些事的话 请你打开我们的座业描述 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进度表 我们每周的进度表都会发布在网记网络上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Lab Zero 你大概从名字猜出来 这个Lab Zero在做什么事 它就是一个 可以想象说一个 娱乐 就是去暖身的 然后不要怀疑 它里面讲的就是link list 但是这个link list 跟你想象的link list 好像有很多大差别 你看我们一直在卷 一直在卷 为什么一直在卷 因为即便是link list 有太多东西 你很可能是没办法了解的 所以为了这件事 我们特别准备一个讲座 叫做你锁不到西元link list 和非连续记忆体 然后再搭配这个作业 让你去掌握link list的操作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刚讲的细节 它其实不难 但是这些细节 你必须要非常清楚 然后再来是像这个经济统计 其实稍后我们会提到 因为它相关的应用 所以你看 这过程中呢 就希望让你知道 你过去学那些 在Compute Science 学到的这些基础词 它是用得到的 而且这个标的就在哪里 就是Linus核心 我们不是带着 让大家了解 Linus核心每一段的程式 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即便Linus Thomas 也不可能了解 Linus核心三千万行 里面每一行程式 我可以独立告诉你这件事 并不是我跟Linus Thomas 有多熟 因为现在的三千万行 并不是一个人类 可以直接理解的规模 人类也许在一万行 还可以是全面理解 但是在三千万行 就不可能是全面理解的 但是没关系 因为你有这些 电脑科学的背景知识 你过去掌握这些 从概念一路这样扩展出来的东西 然后你就可以把这样的一个过程 这样的一个经验 适用在一个超级复杂的 咨询系统 也就是Linus核心至上 好 那么终极的目标 就是希望说 一旦学员的基础可以搭好 接着我们就是要了解 Linus核心的关键研卷 例如说排特器怎么运作 打开系统怎么运作 里面的机体管理怎么运作 这些所谓的关键研卷 然后很有趣的一样是 我就会遇到 常常有人说 他看不懂Linus核心的原始程式码 但是问题 很多时候不是Linus核心的程式码有多难 很多时候是这些人 根本就不懂C元 所以我主要讲这句话 也许很伤人 我有时候会受到一些 措辞比较激烈的网友的来信 反正他就讲说我上课太针对他了 我也不认识他 但是他就说我太针对他 后来想想比较想懂 我可能间接说他不懂C元 但是这些是真的没什么好生气的 C元或是C++ C++ 这些程式码一直都在演化 你不太可能说 从过去旧的版本到现在最新的版本 以及未来的改版 你每个环节都可能全部都理解 不可能吧 所以但是其中有个环节不理解的时候 就可能让你在面对Linus核心原始程式码的时候 有可能会看不懂或是误解的部分 所以我这边其实想强调的地方就在于说 我们就真的需要从刚才提到的 从简单的工作开始 从这些规格 从行为 而且是耐心圆满的完成 然后接着我们来讲这些背景值是怎么用 像你一定知道Context Switch 就是说这两个任务之间切换 任务切换的时候就会涉及到Context 就是那些战争器 还有一些必要机会内容 那就切换 这个Context Switch的时间测本 例如说你想 像我这个手机 这手机目前在休眠 看起来画面黑黑的 这时候我按下电源按键 画面就亮了 对吧 然后画面亮了之后 这个其实过程中也会涉及到Context Switch 因为原本是在休眠的状态 然后现在我们把手机换起 然后我们就要去排 看出哪些任务需要先执行 比方说在休眠过程中 有可能收到新的风包 或者说哪些讯息是没有读的 甚至告诉你说这只手机可能没电了 这些都需要任务之间的切换 这就是涉及到Context Switch 想到目前为止 大家觉得这件事挺想要简单 当然想要问你Context Switch的成本 也就是说 当我手机刚才在休眠 然后到按了一个电源按键 让它醒来 那请问执行Context Switch的时候 它的时间成本 它花了多少时间 多少Microsecond 多少Neosecond 你可以告诉我 你说简单的我去做测量 可是问题还 Context Switch 其实它时间很短 它的时间 我直接跟你讲结论 在像我刚刚拿的那只手机 它的Context Switch的成本 它是小于4个Microsecond 那你想想看 我要怎么去测量4个Microsecond 那同学说简单 我就怎样 我就Context Switch执行1万次 然后或是1000万次 然后去看它的时间 可是问题 Context Switch 你要让它执行1000万次 弹合容易 为什么 因为你在做Context Switch 1000万次的时候 有可能会有别的事件发生 比方说中断发生 甚至CPU跟CPU之间 会有别的操作 你还要考虑到 像CPU会消灭 手机会消灭 手机有很多CPU的盒 它可能会降频 所以这些过程 这些因素都导致 分析Context Switch 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所以势必你要有充分的知识 对作用有充分的知识 对计算机结构有一定的了解 你才有办法去测量出 Context Switch的成本 而且Context Switch的成本 事实上在某些议题是很重要的 比方说你今天要设计一个 能够同时服务很多人的 一个网路伺服器 它可能是一个资料库 它可能是一个网页 一个网站 那不管怎样 Context Switch的成本 其实会影响到你的服务品质 再来是说 如果你想要设计一些太空工业 像这个前面提到的这种 这种太空工业 那Context Switch的成本 也是非常之讲究 很可能会决定你的任务成败 好 所以问题来就是什么 当我们注意到这些议题的时候 我该怎么去测量 我该怎么去分析 那接着另外一个东西 叫SpinLock 讲SpinLock 你可能没什么概念 但是你应该听过MutexLock 你知道Semophone Mutex 对 就是做一系统学的Mutex 好 所以在做一系统书记 学到Semophone Mutex 那这些Lock 这背后 其实它的成本 也是需要去分析的 好 那有趣的地方是什么 当 你现在拿到一支手机 就像刚才提到的一支手机 那你要去分析它的成本的时候呢 这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 你拿到手机很可能 它是没有原始程式码的 就算有原始程式码 你也不见得知道怎么去更新它 对吧 不是说你编译好Linux核心之后 按一个按键 然后手机就可以变成什么 新版Linux核心 会 会启动的 要让手机能够更新认体 是需要很多很多必要的准备 然后呢 但是呢 不管怎样 我们还是可以透过我们的背景知识 去分析 分析什么呢 分析 就是 这个像这个Spinak 执行的成本 所以你看这篇文章呢 我们就做什么事情了 我们就是 我们引入这个 马可夫列 对比阿欢迎以前在工程数学 或者类似科目学到的 马可夫列 对 就那个东西 那除了这以外的话呢 我们还引入了这个排队理论 这个 我们引入 那个 薄松 薄松分布 搭配这个 排队理论 然后做什么事情 我们去尝试 去model 去model 让这个Spinak 在这个多个处理器 然后考虑到 所谓cache compliance 就是让这个 多个处理器的核 之间的cache 内容可以怎样 可以确保它的这个 一致 注意到呢 我们讲7-4-G-Mutex 它是synchronization 但是我们讲cache的时候 是讲这个一致 因为cache内容 不可能一模一样 但是呢 我可以确保说 到底谁先更新 谁知乎更新 他是认为是有效的 还是无效的 诸如此类这些资讯 都会影响 这些议题都会影响到 Spinak的效率 所以事实上呢 我们是可以建议好 这个数据模型之后 去推论 处理器数量 跟Spinak的影响 所以你看 这个东西很有趣的 比方什么呢 我们可以用这些数据模型 去建构去探索 所以我们 往往呢 不需要完整的做 做完每一次实验 才能够知道整个特性 我们一开始 就可以透过 我们前面讲过的 那些几率 统计 那些计算机结构 还有你对做一些有认知 你要透过这些背景知识 让你去掌握 让你去掌握 我怎么去model 好 所以讲到这边为止呢 我想让你去思考 我们给你这些程式码 不管是从网络上下载的Linux核心 或是我们课堂上给你的程式码 其实这些程式码都给你改进扩充 不是给你背诵跟建材的 我不知道大家在中学的时候 怎么看待国文课的 国文课 证文课是我少数在高中的时候 没有拿过前百之十 或是前百之五 我在很多科目都是拿全校前百之五 甚至还有前百之一的 但是国文证文课就是很惨 反正我国文就是可能百之二十 我不知道有没有百之二十 反正我国文就超烂的 但是不代表说我没读书 其实我每周都花很多时间在背课本 但是就是国文就考得很烂 然后我有个不开心的地方就在说 因为我过去看那些国文 就发现很多时候就是 他不是在真正在解析文艺 因为那个思考的框架就是在那边 比如说课本有提到 竹子舞退琴诗 或是探讨这个 这种求论 反正就是他已经有一套框架在那边了 那我们不能去质疑他 所以国文课我就很不开心 因为他那框架摆在那边了 就是这个作者可能不是那个意思 但是这个国立编译馆 或是那个当时教科书 就是我以前教科书的 没那么期待那么多元 当时教科书已经有一个框架在那边了 所以你只 社会老师就只能照这个去讲 你也不能质疑他的观点 你也不能去质疑说 这个作者说明本来就不是这样想 反正那个框架在那边了 所以其实我看那个国文我就很不开心 因为我就总是会去质疑说 当时书询书册这些负质 到底有没有在 到底是不是这样想 但是我们面对写程式的时候 反而就需要这种去思考 不是只是欣赏人家的好 不是只是欣赏 这个察觉这个城市怎么运作 这是很基本的 你甚至要去提出说 哪里是不足的 或是说 一样的城市 我能不能更有品味的 注意到我用词叫品味 你们觉得这个品味是怎么 怎么那么奇怪的词 写成是怎么品味 注意到 这时候你就要搭配看 Linus Tuaths的演讲 Linus Tuaths在TED 2016年有个访谈 其实不是演讲 因为他就跟TED的创办人 坐在椅子上讲话 注意到底下有个椅子 其实TED大部分的演讲者都是站着的 但是Linus Tuaths他显然不是肢体障碍 他就坐着很大牌坐着 然后他这里面就讲说 他在访谈里面 跟TED的创办人就一起聊 说自己怎么思考的 自己的个性 Linus还有的Git 你知道就是Linus Kernel跟Git 都是Linus Tuaths发展 而且影响到世界各地的资米砖 然后OS的地方是什么呢 在他的演讲里面 他就提到品位 就是说 原本可以用10行程式码写完了 他只是把Linus 某一个节点移走 所以他就是一个remote list node 把它移走 原本需要10行 他说其实只需要4行 1 2 3 4 就可以写出来了 而且原本有趣的量是 原本看到这个程式里面有if else 在这有品位的版本 最大的原本的词就是tested 就是品位这个字 那你看到有品位版本就变成4行 4行 而且if else就不见了 换个角色想的 就是他就透过指标的指标操作 让特例不需要存在 然后这个演讲很有趣 所以强烈建议大家去看 会让你有很多新的想法 那这些东西 都是我们这本课 希望可以带给同学的 我们不是只是看程式码 如果抽到就是看程式码 在那边揣播在那边幻想 那这个就会有 中学的时候应该学过这个词吧 这样 叫做什么呢? 叫做 就是举足 对不对? 这个就是什么呢? 就是引书烟说 就是说你看 楚国人 楚国的这个引人 他就写封信给这个 燕国宰相 结果燕国宰相 就一直没有看懂他的意思 里面有一句话是举足 这个举足呢 这个燕国宰相一直看不懂 就说这个举足在干嘛? 其实这个举足只是什么 只是当初那个人写信的时候 他跟他的家仆 就说这个 因为没有灯嘛 没有那个 以前只有那种 以前只有那种非常昏暗的那种灯 就是这种烧着这种 动物油脂的这种灯 那很暗 所以他就教那个仆人 把这个灯举高一点 把这个烛火举高一点 但没想到这个举足的字呢 就被什么? 就被这个燕国看到 燕国宰相看到 他就一直揣摩说 喔! 举足就是崇尚光明 崇尚光明就要理贤 贤者 然后呢 就可以把国家治好了 那当然你会觉得说 这是什么鬼东西啊 对不对 就是 姑且不认真是真的假的 但是他说明一件事 就是 如果你抽到 就面对是城市马幻想 你很可能就犯了一样的事情 而且你说明更笨 因为呢 好歹 这个楚国的成像 是吗? 国家治理好 但是你看 Linus核心原始城市马 搭配自己的幻想 然后呢 一步步都是朝着错误的方向去走 一直没有自觉 所以你以后呢 只是错的更深 错的更彻底 这不是我们这次课程 想要带给大家 我们就希望大家可以跳脱 备收跟介绍 尤其是台湾的学生 备收跟介绍太容易了 对不对 你我这时候能够读到城市大学 就是因为我过去发展时候的时间备收 对不对 我们绝对不会傻到 数学科考试才去 才去推导那些答案 对不对 才去推导那些数学是不可能的 就直接给答案 对不对 然后物理根本不用讲 物理很多时候呢 连计算都不用算 你就可以 哦!这个东西是二分之大N乘小N 你知道 那你说为什么 我昨天看过啊 所以就是 你过去 就是这样子读书的 不能怪你 因为如果不这样读的话 你很可能连成功大学都考不上 但是 今天我希望引导各位 不要再备收 不要再介绍 帮我们这门课的数量测验 很有趣 我们这门课的数量测验 是可以让你Google搜寻 你只要不要跟同学讨论 不要跟别人 不要分享答案 在考试过程中测验过程中 不要分享答案 你要做什么其他事 比方说用自己电脑跑程式 都可以 因为最主要的事情是 是你那么指出程式法 哪里可以扩充 哪里可以改进 哪里有潜在问题 只有清楚想这件事的话 我们才有工程未来 否则永远就是限制在 固定的程式法的基础上 这样的工程 不是我们所追求的数量 当然你会好奇 就是说 也不是好奇 就是你可能有这个疑惑 就说我Linus上的应用程式 没有写过 可不可以学Linus Kernel 其实这是可以 这件事就套去Linus to us 在2001年的时候说过的话 他说事实上 Kernel里面 其实都是尽可能让那些界面 就是说那些系统部教 这些都是这种界面 或是作用系统的行为 尽可能保持一致 真的有趣的地方 是那些userspace的东西 比方说那些资料库 那些deep learning 这种东西 完全这些有趣的东西 会在userspace 所以我们学习Kernel的时候 其实Kernel是一个很保守的东西 他会让很多行为 是尽可能跟过去是相容的 是相似的 然后真的有趣的地方 就像刚才提到的 资料库 deep learning 或是那些图形处理 那是在userspace 你没有写过userspace 那些应用程式 其实没有关系 因为你只要了解 Linus核心会提供哪些基本服务 而且这门课 其实大量的测验体 大量的作业 其实都是可以认为 是一种Linus上的应用程式 所以你在写这些作业的时候 其实你过程中就已经开发应用程式了 你可能不自觉就开发出来 但是我们希望 引导大家去接触这些经典的系统胡椒 接触这些作业系统的行为 像Folk Map 这种 而且这东西是大量的实验 然后你要提出很多 加想 然后去验证 然后最关键地方就是做中学 这是杜威博士的一个很重要的教学理念 那我们希望 我们的Linus核心设计 Linus核心实作 这样的课程 可以带大家去做中学 好 就像刚才提到 其实背景知识真的是很多 然后这些东西 对Linus kernel的必要跟关联在哪里 像资料解构 我们刚才提到的Linkedist 就是很基本的 你在大学一年级或更早之前就学过Linkedist 但是这里面在Linus核心也是会有些特别地方 比方说 Linus kernel里面的Linkedist 它是环状的 都会标化 Circular 这边的Circular 什么意思呢 Circular就是 就这样 就像画面说这样 它就真的是一个环 就这样 所以你看头 头尾是相接的 这样子 这是尾巴 会接到头 那为什么Linus要用CircularLinkedist 这个就很多考虑点 这个东西考虑点就不见得是效率 它有很多程式正确的考虑 那除了这以外的话 Linus核心的像排程器 它里面用红黑数 然后你在资料结构里面 会学到你的重要概念 叫做ADT Optrate Data Time 就是一个抽象的 就是我设计一些资料形态 那这些形态 它不见得可以 它不见得存放个固定大小的资料 它可能会存放一些不同大小资料 但是它可以照着某种顺序 某种存取方式 它可能是一个Q 先进先出 后进先出 反正就是它会 这都是一个什么 这是这些资料结构 它的一些特性 然后本质上 我们会创造一个这样的一个ADT 抽象化 我在抽象化上面 我就可以做一个操作 比如说我可以找到开头 我可以找到结尾 我可以找到中间的那些成员 甚至我可以把整个顺序反过来 当然如果你愿意的话 你也可以把里面内容做排序 好 然后这些东西都很值得让我们去思考 好 那注意点 我们这边学的就不是只是特性 而也不是写一个simple code 我们要写的东西是有强度的成员 什么叫有强度的成员 你看另一个成员就知道 你可以给千千万万人用的东西 千千万人每日都可以用 这样东西有没有强度 当然有 所以我们就是在门课 你会从过去教科书 到真正有强度 你会了解中间的距离有多远 它不是遥不可及 很多时候只是一念之间 你只要多想一些 你有机会 就会到了有强度的领域 当然不代表说 你做的东西都可以有强度 你会知道 有强度的东西 诈一所思 除了另外的话 你会在这门课 你会看到说 我们对计算机组织结构的重视 这个东西会反映到 像二进位的表示 浮点数的表示 cache memory SMP 就是对称 多处理器 然后还有automics 像原子一样 不可分割的这些操作 那过程中 也会有像pipeline out the old execution 这些议题 甚至还有这种多核 多核这种相关议题在里面 那也算了就不用讲 也算了多的事 就是 就真的是讲不完 但是我们在这门课的 比较特别的地方是什么呢 我们对 Vusk cast execution time 特别在意这些事 这个说起叫WCET 我们前面有讲话 我们对太空工业的重视 这些可以反映过来 太空工业里面 你看到火箭发射 往往它就一分钟 或是可能就顶多四分钟的事情 你要知道 依据第一宇宙逃逸速度 7.9秒 每秒7.9公里 就是秒速不是时速 秒速8公里的这种速 就是能够 能够挣脱宇宙第一速度 的时候 就是可以挣脱地球引力 那这样的话 依据这种速度飞行的话 其实4分钟就可以到很远的地方 4分钟都已经到地球轨道了 那你想 如果你设计出来的程式 你设计出来的演算法 在特定的情况下 它可能会导致执行时间不可预期 它可能会特别的久 也就是说多数时候可能就是 几个microsecond就做完了 但是在特定的情况下 它可能会拖到1秒 或是更长时间 哇 那这样东西呢 对这种很关键的 这个叫做 就是mission critical mission critical 就像火箭发射这种东西 火箭控制这种东西 我们就叫做这种关键的任务 那这种mission critical的环境来讲的话 WCET就很关键 然后注意到Linus kernel里面 也会有针对这种WCET 特别去处理的 那当然我们就会去查之这种 针对这种最差情况下执行时间 特别去调整的演算法 它跟过去你写演算法 其实没有什么太特别的地方 但是焦点强度就不同 过去你很多时候就是写个big o 写个omega 写个大欧小欧 然后这种东西 然后底头去计算说 排序中间做了多少事 多少动作 但是在令的核心来讲 WCET是一个关键事情 除了这以外的话 我们讲concurrent algorithm 就是说 就像前面提到那个link list 我平常写出来link list 其实设计的时候 就只有 只能在单一处理器上面执行 如果说你要让你的link list 操作 不管是search insert delete 这些都可以在多个处理器上 同一个时间可以执行 这东西要想东西就复杂了 当然好处是什么 好处就是说 我有机会 stability更好 因为原本你只能用单一处理器来执行 那现在有机会让更多的处理器来做你刚才的操作 比方说对link list做find delete search 还有insert 这样的一个操作 但是你要怎么share 同个时间执行这些操作的时候 不会有时间冲突 你说好简单 我用mutex lock 好问题 那你用mutex lock 请问你要lock哪一个 开头要不要lock 好像要 今天我要不要lock 好像要 那你发现你每个地方都lock 那这东西跟你用多核 有没有帮助 没有帮助 对不对 所以我们往往要想的地方是 我们不只是要让多个处理器 能够对link list这样的资料结构做操作 我们要去好说 能够让他的stability好 能够我投入更多硬体资源 可以带来更大的什么 这个 吞吐量 资料吞吐量 就所谓throughput 那过程中 你会对这个吸引员 还有相关的规格 会非常非常 一定要非常熟悉 否则你们要去判断说 这个编译的错误 或是说 这些执行时期的行为 到底是符合规格书 还是跟实作有关的 如果你没有办法去阅读这些规格书 你没有办法从源头去找出这些差异 你往往就是在那边猜测 就是在反复的在做举足 其实你不要觉得说举足 这个东西很好笑 太多人 我看过太多的 从我过去工作 到现在教书 我看过太多人 整天都在举足 并不是说举足是错的 但是你举足很容易让你陷入一个 不知道自己有错 而且一直错到底的一个状况 这就限制了 让你成为更优秀 更专业的人 你就上市这些机会 好 然后这以外的话 就是我们不是只是看这规格书 我们这是拿来用的 好 那基地统计跟我们讲 就是很多时候 我们都是那种很小的尺度 就像刚刚讲的 Connect Switch 在现代的手机里面 它是可能四个Microsecond就完成了 所以这个四个Microsecond 要能够去统计 要能够去计算 就不是让它做个一亿次 一千万次 你必须设计一个统计模型去描述 因为它不是只做Connect Switch 它Connect Switch之后还有做别的事 如果说我们今天讲这些 前面讲的Spinlock 或者说讲虚拟机械管理 这些东西都是非常复杂的操作 它里面都涉及很多很多联动动作 比方说我前面会先做某件事 再做另外一件事 那这些东西就不是说 你单纯要去计计它的开始跟结束 因为你的时钟没有那么精准的刻度 往往你现在用的电脑 这精准度只能到一min second 对没有听错 就是虽然Connect Switch的时间成本 可能是四个Microsecond 或是更低 但是你的时钟 就是透过你这个Clock Gate Time这种东西 或者说类似的Function Core 你其实只能确保说得到min second 也就是10的-3次方秒 这样的一个精度 这个东西往往在分析作业系统行为是不够的 你说为什么在意这种事情 因为刚刚讲的Spinlock 刚刚讲的Connect Switch 甚至是刚刚讲的中段 它虽然每一个事件 耗费时间都很小 它可能是nanosecond microsecond 这个等级的 但它可能会做上一次 或是做更多次 这些规模一旦扩大的时候 会导致系统很多不可预期的行为 但是这几年linus kernel加入很多动态分析的机制 所以这也是我们现在学习linus kernel 学习linus kernel跟过往 比起来有很大很大差别 我过去在学习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有想过 但是就只能想想而已 要真的要做实验去分析很困难 但是现在不一样 像linus kernel内建很多机制 可以让你做追踪 而且是动态追踪 也就是说你可以针对一个活着的linus kernel 去做分析去观察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议题 此外我们对资讯安全密码学 电脑网路、汇度处理 这边讲汇度处理不是电脑思觉的东西 就是说怎么做GPU加速 然后还有一直多合运算 还真的蛮成事码的品质、品味 我们都非常重视 好,那这边就引述开发者 他以前在Uber工作 我不知道他现在是去哪里工作 但他里面有一篇很棒的文章 就是他引述马斯沃 马斯沃他有一个金字塔理论 就是说金字塔理论最顶级的是自我实现 就是说你自己可以过得好 然后你可以帮助别人 然后去让世界变得更 就是一起来提升 不只是让自己成为一个吃得饱 穿着暖免于恐惧人 你可以让别人有机会过得更好 这样的一个马斯沃的金字塔理论 其实也可以对应到软体开发 你看我们现在讲软体开发 最低层次就正确 然后很不幸的地方是 在台湾的咨询科技产业 其实绝大多数的人 连correct 这件事都没办法圆满达成 这并不是说这些工程师不是 而是说要做到correct 太难了 要考虑太多议题了 这个城市到底有很多是 要怎么考虑到各式各样的编辑状况 而且很多时候 台湾的工程师 其实没有机会 从一到一去写程式码 很多时候都是修改他人的程式码 可能是前人的 可能是开放原始码 可能是不知道哪里跑出来的程式码 总之你就是在修改这些程式码 还要确保他行为服务预期 这个难度非常高 你不要小看这件事 你也不要觉得说做不到correct 这件事很丢脸 因为这太难了 不要说别人 我自己也没办法做到这件事 因为往往我们根本就没有太多时间 往往很多时候就是 比方说客户就跟你说有个东西很急 他说他从哪里去下载程式码 或是他的前人的程式码 然后你要在很短时间理解 然后把行为都符合预期 然后排除各式各样的编辑状况 然后比correct 在更上面程式的我们就是secure secure就是什么 那readable呢 readable就更得更了 就是说很多人可以把程式写得正确 然后也可以防范一些非必要的状况 比方说你可能有听过像这个 sequel injection sql injection 像这个sql injection 就是在很多程式期都遇得到 像如果开发网页 其实如果你过去有开发过网页 你就知道其实这种状况 其实是很容易遇到的 所以私立这个东西 都是我们要能够去防范 去顾虑到的议题 当然你顾虑到这议题之后 很可能你的程式码 它就变得很涌极 变得很臃肿 甚至是难以维护 所以readable它是很难的 所以这也是这种课我一直强调的 为什么open source 会成为一个现在 咨询科技产业重要的基础呢? 其实就在说 一开始真的只是程式码分享 程式码的再创造再使用 但是因为后来 越来越多人全职投入 越来越多高手 它撰写出优秀程式码 让大家去使用 然后过程中 它可以变得更 更可读性更高 更优雅更美 所以你看readable上个境界就是elegance 就是能用简洁用清晰的解决问题 当然说我们第一周的作业 其实就让大家练习 这些练习题呢 其实乍看之下都不会太困难 比方说你要去对一个linked list做排序 乍看之下呢 好像不难 而且我们也给大家很多提示 但是真的让你写的时候 你会发现 要怎么写出那种很美 优雅 这个不容易 那最高境界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满足刚刚讲的一些议题之后 它可以重新再用 这是open source 在今天来讲的话 一个很巨大 很巨大的影响力 就是因为 程式码 它已经可以符合于全运作 可以强化各式各样的 咨询安全的考量 然后程式码 易于理解 然后易于维护 优雅 然后最重要的是 让更多人可以在这样的基础上去做做事 所以今天我们讲的这个 21世纪的咨询科技产业 其实就建构在Linus跟相关的开放原始码的基础之上 那所以我希望你在这门课呢 也清楚的思考 画面中讲这个 类比马斯洛的这个金字塔理论 去讲这种 正确 安全 可读 优雅 利他 那你清楚思考这些议题之后呢 我相信你就是一个 构格的软体工程师了 好 那这边呢 就是有几件事呢 跟大家参与说明了 就说呢 算我教书呢 已经教了 今年要迈向第10年 但是我还是不知道怎么样教书 因为就是 对 而且我也没什么太多比较嘛 比方说我们教Linus Kernel这门课 你说台湾有几个学校在教Linus Kernel 其实没几间的 阳明教育大学有OSDI课程 这很棒 那里面有一部分涵盖Linus Kernel 但是他不是全部 然后呢像中文大学的话 罗希武教授开的课程呢 也有涵盖Linus Kernel 但是一样 也是一部分 没有是全部讲Linus核心 讲Linus核心最新的发展 其实这样的课呢 说真的不要说台湾 放远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啦 韩国、日本、美国、欧洲 其实这样课也不多 如果有话你告诉我 就是我已经找到几门课了 那就是说 我也是希望可以来交流 所以过程中呢 我想很大问题就在说呢 我能够比较对象也不多啦 那对于到学生选择也不多啦 那所以我的想法是这样 就是说我尽可能把一些 比较固定的东西 比方说像西语言的原理啦 或是像前面讲Linus的这种议题 尽可能会有搭配这种 教材 开放教材 开放的录影 然后我会用这个水浪测验 让各位每一周都可以掌握自己 学习的状况 然后呢我也搭配这个作业 密集的作业 让你知道自己认知上哪里不足 但是呢在课堂的时候呢 在正式的课堂的时候呢 就是除了刚刚讲那些录影跟开放教材以外 正式课堂的时候呢 其实我往往也不知道要做什么事 所以我会跟你讲一些故事 讲一些技术背后的发展脉络 那我认为这件事很重要 但是有些同学不是这么认为 有些同学会讲说我们这本课 怎么那么多时间在讲故事 好像吵架很废 告诉我说 有很多同学会讲说 请你告诉我联发科面试会出什么 就是有些同学会直接告诉我这种事 这个东西呢也不是我不想跟你讲的 但是 昨天会出的题目必然有经历会出 对不对 因为知识科技也是会发展的 所以你现在就是去一直背诵联发科面试必考题 其实我想帮助不是那么大 那反过来说呢 如果你了解技术上怎么去发展 你甚至可以搞清楚你自己适合 或是该在哪个领域去发挥 所以我想这次这种课更想要带来给各位 所以你应该要清楚了解这些技术背后的 发展脉络跟原理 所以我在上课的时候 其实蛮多会讲这个讲故的 然后再来是骂学生 这边骂要看你怎么定义 就是可能一些比较激动 其实我搞不清楚我也不在骂学生 但是有些同学会不太开心 那我做什么事呢 其实就是跟你讲说 你哪里做不好 我跟你讲哪里做不好 或是我跟你讲 我希望做到这样 但是你的实作 你的设计上 为什么没有考虑到这个 我就跟你讨论 只是可能讨论比较激烈 所以有些同学觉得我在骂学生 其实我本意不是在骂学生 但是可能只是 因为讲到工程一体 想到自己写出来的程式码 可能给千千万万人用 对不对 你会垂胸 你想看你自己写程式码 如果有缺陷 哪一天被上千上万人用 你做何感想 对不对 请你抱持这个想法 当然现在很可能 不会给千千万人用 但是谁知道明天会翻桌子 谁知道会不会遇到前面讲 SSE2 你要这种东西 就只是一个小的专案 只是一个我们在从大学里面 非常非常小的专案 而且这不是什么遥远事情 其实你现在有很多事情 是真的投入 你投入一段时间 就有可能会遇到人 但关键就是要去做 然后这些基础知识 刚刚提到这些基础知识 我不会跟你解释细节 但是我跟你讲 哪里是认知不足或是认知错误 所以要花时间去排除这些错误 找出自己不足的地方 然后在我们收客时间 我们有两门课 一个叫Linus核心实作 一个叫Linus核心设计 关于Linus核心实作 这门课就是全部线上 所以全部线上的时候 我们就除了这个录影以外 我们可能会透过一些 像Google Meet这样的一个工具 就是可能会把同学线上点起来 回答问题 第一周我还不会做 可能会在第二周 或是略玩去做电视 那其实就是收客时间是互动 即便它是全线上的 然后Linus核心设计 这门课就是实体的 当然它也可能会有 因为疫情关系 有可能会变线上 这很难讲 但这两门课最主要区别在这里 怕你搞混 来重新看 就是我们Linus核心实作这门课 它是全部线上的 全部线上 然后但是会有这种 透过这种线上会议的方式 跟同学们互动 所以其实你也是要准备好被骂 被检讨 被讨论 的准备 那当然如果说像Linus核心设计 这样实体课程的话 就会有互动 互动像什么 比方说我就走到你隔壁 拍拍你 说请你告诉我 或是叫你当场就写一段程式 前班看着你写程式 因为这样很紧张 还有更紧张的 请你比照Google Interview Google Coding Interview 一边写程式 一边讲解 这个东西就认识自己 非常快的手段 而且想必可以让你印象深刻 当然这过程中一定有同学很受不了 就是说全班看着我写程式 全班看着我回答 或是说在课程中 拿着我写的作业来批判 有些同学就受不了这些事 那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现象 就成为玻璃心 那注意到本课程不欢迎玻璃心 不欢迎玻璃心 不欢迎玻璃心 很重要 所以我讲三次 注意到我不是要针对你 说真的你教的 就是你学的好不好 对我来讲 其实我拿一样的钱 对不对 而且少教一点 我还比较轻松 对不对 那我之所以有这样的要求 是因为想到 你日后可能会投入咨询科技产业 而且你所做所为 会影响到我未来人生 我很可能过一段时间不写程式 但是我会用着你写的程式 你参与的程式 或是因为有你涉入而出现的资讯系统 我可能会用这些系统 那我当然没办法持续的 保证持续可以一直开发下去 但是我希望我在此时此刻 就用够高的标准去要求各位 让各位去思考 专业的程式 专业开发的议题在哪里 然后你有这样的一个态度 你有这样的思维 所以最重要的是 你抱着这种责任感 那我希望我们这样 我们所处的环境才会 因为这些事能够提升 好 那这样的增强者 是不会在意这些世俗的批判 对吧 像Google那些Google也好 Facebook也好 Apple那些强者 对不对 你说他们会不会被人家批评 当然会被批评 说这Google的社会乱掉了 Apple手机故障了 对不对 他们会接受批评 当然会 他怕不怕 不怕 他们会 他们会在这些批评之上 会找到一个更健全 更完整的一个方式 去提升他们的产品 去提升他们的 过去思考不足的地方 那而且他们会去思考说 自己对这个产业的影响跟贡献 对吧 这是增强者在思考的议题 那我希望各位从现在开始 就往这条路上前进 好 然后这底下 画面中这几件事就自己看看 就是我来这里是为了纳税 我想搞出纳税的人 缴了这些辛苦钱 这些血汗钱 到底到了国立大学之后发生什么事 所以我来这边教书不是什么理想 也不是什么学术 我就是搞清楚 国立大学的毕业生 为什么这些产值这么低落 有很多人产值非常低落 有很多人不要说什么 对这个社会做出贡献 或是做出影响 这些人到底发生什么事 我都没有搞清楚 过去 但是教书这九年 我就更加了解问题在哪里 所以我必须要更高的要求 更全面的 更负责任的态度来看待各位 也希望你可以跟我一起用高标准 来看待这个课程 我们所谓叫什么 高标做事 低调做人 做人低调 但是做事务必高标准 好 这边这个画面的作料 我们会停顿一阵子 这个画面说什么呢 写作业才是主题 当然我们在课程上会准备 尽可能准备一些教材 在我心有力准备教材 而且大多数都是 公开可以存取的 但是 这不是我的主要目的 对吧 如果说我主要目的只是 自说自话 我就当个YouTuber就好了 我来教书不是为了当个YouTuber 而且我的YouTuber只有15000人订阅 拜托各位同学来捧场一下 现在只有15000人 这其实是比较可惜的地方 所以欢迎大家多多多订阅 好 所以我注意到我来教书 不是来当什么YouTuber 因为可能也没什么意思 就是才那么少人来看 现在我教书是想了解 所以未来资讯科技产业的工程师们 是什么面貌 是什么观点 是什么样的人 写作业是一个非常有效应的方式 我们每周都会安排对应的测验题跟作业 然后在我心有余力的时候 我就会跟你做这个 我就批改你的作业 会给你一些建议 对比较好语 就是真正教授会做CodeReview D卡有一篇文章 D卡 CodeReview D卡有一篇问说 有没有教授会帮学生做CodeReview 我会 我真的会帮所有学生做CodeReview 当你要看你付出 你付出太少少到 我没办法帮你做CodeReview 那是你的问题 你不能说我花很多时间在这堂课上面 但是你产出这么一点点 当你产出太少的时候 是没办法CodeReview 你要产出到一个规模 我才帮你做Review 所以注意到这边其实不是所有学生 是所有充分投入的学生 所以注意到 写作业才是主题 包含说课堂上的讨论 课堂上我们这些CodeReview 这个问答 其实也是你要做好准备 你要写作业才有办法讨论 否则就是在原木求雨 然后哪些同学 请你不要来修 如果你觉得你自己在怎么努力 还是比一个台大志工毕业的人还差 你就不要修了 如果你觉得你在成大再怎么努力 终究比台大差的话 你该做的事情很简单 不是上这本课 而是去重考 去重考 然后再来是什么 如果你觉得拿着成功大学的毕业证书 就可以有尊严享受优渥的生活 那这样的同学呢 拜托你不要去修这本课 你应该去修其他 比较凉快的课 成功大学的毕业证书呢 不能说不好用 但是呢 强度不够 什么叫有强度 比如说人家踢到你的 毕业学校脚会软掉 比方说你踢到台大一科 然后就 你脚软了 然后但是成大就 噢 习业学最爱很乖 奴性很强 so 很乖 奴性很强 跟有尊严 优渥生活 是这样 是重途的 然后呢 这本课呢 从刚才解说 你应该知道 我们其实需要大量练习 真的 这本课呢 你不该呢 看着我 作为一个游泳教练 或是一个钢琴教师 在那边表演 或是在那边 动作 你不能只有这样 你要什么 你要轻声下去 你要下水 你要真的去弹 你要真的去透露 好 那我们前六周呢 课堂密度很高 为什么是前六周呢 因为接下来第七周开始呢 就是其他科目就陆续会有期中考了 所以呢 必须赶在其他科目期中考之前 赶快把作业出一出 那此外呢 再就是因为我们这门课呢 会花蛮多力气在同学身上 包含说 会安排一对一的面谈 也不介意面谈 就是一对一的讨论 可能是线上 线上讨论 然后呢 我会批改作业 甚至呢 我跟助教还会去盯着某几个 某一些表现不理想的同学 然后呢 我们也很会去抓一些考试作弊的 就是考试作弊呢 我们有些方法 请你不要随便考试作弊 我们有些方法可以抓考试作弊 所以呢 如果当然学生太多的时候 我们就很能抓 所以这个 这个 我们前面几周都要顾虑学生 然后 所以前六周呢 密度非常高 然后 我们这个课的安排是这样 我想大家应该都有个经验 就是期末时候忙一些专题 忙到这个 忙期末考 忙专题 忙到看日出啊 没有好好睡觉 我觉得这样不好 我们把它改过来 第一周 就开始要看日出 那当然你可以早点起床 你可以清晨五点起床 那这样的话 可能晚上十九点 十点就可以睡觉 就不用熬夜 但是注意到 正门课 因为前六周密度很高 所以请你做好 就是第一周 就可能需要熬夜 需要花很多时间 当然不是正门课很超 是过去你欺骗的事情 你过去如果对西元 对作业系统 对那些数学 长度很高 在这门课呢 应该就很轻松 你为什么在这门课 会觉得过得很痛苦呢 就是因为你过去 骗了自己 你可能不配拿那个分数 你可能 的确拿到很高的分数 作业 考试都表现得很好 但是你没有把过去学的东西 应用在想定的核心 这样的 这样一个综合性的领域里面 然后呢 这边也建议呢 大家在前六周 每周能够投入十六个小时 其实十六个小时呢 比你想象中的容易过去 因为光是看这个 课程说明 你可能就要花了 花上三个小时看课程说明 然后看作业的说明 就是可能要 又要花个三个小时 那作业说明里面呢 又会叫你看其他的说明 可能又花了两个小时 那另外一个说明呢 又可能跟你指出另外一个操作过程 然后过程中 有可能要去做一些实验 尤其你对你的是不熟的话 那总之呢 就是你可能前面的第一次的 第一周的十六个小时 就这样过去了 就是看教材 看录影 写笔记 然后安装电脑 准备开办环境 或是中间有一些做了一些笨事 那这样十六个小时过去了 有没有可能会遇到这种事 有 但是请你不要因为这件事挫折 毕竟你日后 这种事情层出不穷 你到了资讯科技 产业工作 很多时候就是这 你根本就没有什么太 你根本就不是把主要力气 花在写程式上面 你很可能就是安装环境 看看书 然后找资料 那甚至是 遇到各式碰壁的状况 碰壁太多了 这个太挫折 我们现在不讲 之后上课时候 之后课程我再慢慢跟大家讲 那注意到我们课程的安排 就是我们第一次上课时间 是在2月14日这一周 然后我们有两门课 一个叫Linus核心实作 这门课是全部线上的 然后另外一门课叫做Linus核心设计 这是实体课程 那关于Linus核心实作 那课程安排在周一跟周四 所以对应到本周的话 就是2月14日跟2月17日 都是在下午 然后Linus核心设计的话 是在星期二 那对应到本周的话 就是2月15日 那这个课程安排 安排周一周二周四 是有大道理的 这道理是什么 看看这个 好 这道理是这样 就是我们 你看 我们今天有个k 它是正乘数 2的k次方对7取一数 这个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它的值一定是一二四之其中一个 我们做一次给大家看 比方说让你看 我这边用python 好 那我们来试试看 就是 2的一次方 python里面这是一次方的意思 就是那个次方 两个信号是次方的意思 好 你看 你看 就是 2的 等一下 2的 按抽抱歉 7 不是1 7 好 你看 2的一次方 对7取一数是2 那2的二次方呢 4 2的三次方 1 2的四次方 2 2的五次方 2的六次方 2的七次方 你只做下去的话 你会发现它的分布呢 一定是一二四 你说这东西简单啊 诶 那3是不是这样规律呢 我这东西我去拿啊 先来看3 3 3的一次方 3的六次方 3的四次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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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的五次方 3的六次方 3的七次方 3的八次方 诶 到目前为止 你会发现有个好玩的地方是吧 它的余数呢 是1 2 3 3 4 5 6 那当然没有7啦 因为对7起余数 所以你看 这个 2的k次方 跟3的k次方 它的分布是不一样 注意到这个东西呢 跟数论 其实这也是不难证明 其实高中的数学是可以证的 但是呢 其实比较小看这件事 因为这件事呢 跟Linux核心内部有很大观念 Linux核心呢 有大量程式码 跟密码学有关 那密码学呢 现代密码学又跟数量有关 那数量呢又跟这些东西有关 然后呢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查一个东西叫 废马 废马小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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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废马小定律呢 其实就跟这些事是有关系的 好 所以我们这个课程呢 时间设计也是这样 就是有彩蛋 其实我们课程蛮多彩蛋的 就是上课之后慢慢跟大家讲 好 然后呢 这边想要提醒大家 就是一件事呢 或者像我们这种课程会标榜 是探讨Linux核心最新技术 全台湾唯一探讨Linux核心最新技术的 正式课程 但是其实讲这个醉心呢 我讲的是比较心虚 其实我在地方不是醉心 醉心只是来吸引大家来听课 最关键的地方是呢 做得好不好 你看喔 人类煮饭煮了十多万年 是不是更早之前就在煮饭了 人类煮饭煮了十多万年 又怎样 把饭煮的好吃一直到今天 都还是艺术 都还是个学问 能够把饭煮的好吃的 一直到今天 都还是可以怎样 获得很好的名声 跟对应的报酬 为什么 即便我们有高度自动化 我们现在有很多方法 可以把菜 机器可以把菜切得又平又直又好 有很多方式呢 可以来选食材 但是往往呢 人类 在煮饭这件事呢 要满足大家的味蕾 要满足让大家吃的开心 色香味俱全 一直到今天都还是很困难 然后呢 往往呢 我们在这个媒体上 看到什么那种创新 那矿新呢 唯一的原因是什么 是原本做的不好 然后他唯一方法就是把诗做好 那我想这么刻也是一样 就是我们真的就把诗做好 我们不是在探讨 Linus核心的方方面面 不可能 那个念想太广 但是呢 我们绝对可以秉持着 Linus核心的精神 秉持着Linus Twarts 讲的这些品位 讲这些议题 把这些精神贯彻在 我们了解Linus核心 去征服 去探究 这样一个巨大规模 开放原始码砖 就算你日后 没有在Linus核心探索 也没关系 因为你在这方面 能学到 培养到的这些数量 在其他的地方依旧能用 而且我相信是 会有很大的发挥 好 那这边的课程安排是这样 所以我们Linus核心设计 实体课程 实体课程的话 就是从这个 2月15日开始 每周二下午 Linus核心实作 它是全线上的 是周一跟周四 然后在2月14号的 下午的课程 我们就是通用的介绍 也是通过YouTube 跟大家进行 本周四 就是2月17号的时候 就会有测验 对标发言 第一周就会测验 第一周就会有测验 好 原始上 在Linus核心实作的课 每周是安排水浪测验跟现场问答 然后 如果你选举这两门课程的同学 注意到就是 这两门课 各自会有独立的水浪测验 所以你可能会考两次 或更多次 然后 就算你只修其中一门课的同学 也没关系 比方说你修Linus核心实作的同学的话 欢迎你到星期二 如果你星期二下午没事的话 时间允许的话 欢迎你到实体的课 就是Linus核心设计 那同理呢 你修Linus核心实作设计的课的同学呢 你也可以到Linus核心实作的YouTube 就是没有什么特别限制 就是打开 打开超人节就可以来看 然后 那每周四会有讨论 那你欢迎来 透过我们的线上会议来加入 然后 这时呢 请你就是注意到我们有这个形式力 就是我们在这个 这门课程上有形式力 那形式力在哪里呢 请你打开这个网页 我们的课程网页 课程网页上方有这个Google calendar 请你打开 打开之后呢 就可以去订阅 订阅这个相关的讯息 比方说呢 今天是二月十四日 那二月十四日呢 就是你可以看到什么 就是有下午四点 有Linus核心实作的第一门课 那下午八点的时候呢 有第一周的作业解说 这在YouTube上 那星期二的时候呢 就会有这个Linus核心设计 那你可以看到它的那个地点 然后呢 像这边你可以看到说 这个星期四的时候呢 又有Linus核心实作 那同理就是下周 你也可以看到类似的安排 所以请你订阅 一定要订阅这个Google calendar 那相关的更新 我会跟助教一起 把这个课程讲座 甚至是我们邀请到一些 邀请到一些朋友 就是可能是在业界的工作的朋友 跟大家揭露第一手的消息 让你更清楚 学习好Linus核 可以做什么事 好 那接着我们要讲评分方式 然后每周都有测试题 那我们会选出最高九次 所以请你不要告诉我说 你想要立刻补考 你不用立刻补考 因为就是 你有就是你不需要这一次考 忘记考 然后就遗憾终身了 因为其实我们会选出最高分的九次 所以我们有18周 18周可能会考个17次 17次或16次 然后选出最高分的9次 然后如果你真的很在意分数的话 怎么办呢? 你可以在6月10日之前 反复申请不考 重新测验 然后就像刚刚提到 Linus核心设计跟Linus核心实作 每周会有不同的测试题 所以请你不要只考一次就忘了考另一个人 如果说 因为有些同学是两门课都修的 所以就是 这两门课的水箱设计是不同的 评论方法是这样 就是说你的作业 报告分组专题 会占30 然后课堂称业占20 然后值得注意的地方是有个东西叫 学生自我评量 来欣赏看什么叫学生自我评量 学生自我评量 这边有基本範例的 你们来看看喔 自我评量就是讲什么呢? 第一个你要告诉我你是谁 然后就是 人名字 然后你简单的说明 然后你做了什么东西 在这门课呢 比较特别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 请你发现出像什么 你什么时候跟我们讨论 就约时间跟我们讨论 请你也要顺便标出来 然后你也可以列出来说 你现在正在进行开放原始码的贡献 不是只是把程式码 发布在GitHub上就是开放原始码 你要比方说长置贡献 比方说这个同学呢 就是正在进行这个专案 那你可能不知道他什么专案 没关系可以看他底下的资讯 Mike Weiser 一个OpenSource的专案 他跟谁合作呢? 跟ARM 不要害意就英国建桥 那个ARM 那个公司的工程师合作 然后你觉得他写 就是你投入了多少东西 你看喔 虽然有50%的分数是自己打分数的 但是你要有依据 对不对 就是你要告诉我 你要告诉我这个分数怎么来的 你要告诉我 你要把你的程式码跟你东西列出来 然后你学到什么东西 自己打分数 像这个同学呢 付出非常多 所以他就拿到十几分 那最后他的总成绩就是拿到98或97 我忘记他多少分了 就是因为他就充满投入 好 所以你看像这个什么 基率统计啊 基率组织啊 这些东西啊 全部都是有机会用得到的 好 然后呢 你也不要 你也不要清存侥幸 所以说我乱写啊 我都没有什么产出 然后我就写说 我拿十几分 就是十分之十 然后呢 你要知道这个东西的自我评量 是网路上搜寻搜寻到的 网路搜寻是找得到的 也有公司请我去帮忙鉴定某些应征者 那我就拿出这些自我评量的东西给他看 这很公平嘛 就是你自我评量就要经得起考验 对不对 我们前面讲过 我们不欢迎玻璃心 不是只有课堂上的玻璃心而已 他说你自我评量之后 当然要给别人看啊 对不对 让人家知道你在这门课 不需要多少东西啊 你说你这门课你该拿九十分 你就拿出材料来 说为什么你该拿九十分 对吧 很公平吧 然后呢 此外呢 这门课呢 也会要求学员呢 来做这个一对一讨论 那这个一对一讨论呢 我想这个件事跟我过去的成长背景有关 当我还是高中生的时候呢 我就是读了这本书 叫做即时多工核心城市设计 这本书呢 然后我就寄给这个交大电控的胡竹孙教授 那他现在是那个工营院机械所的所长 然后那胡教授呢 不会因为说我是一个高中生 然后就不回答问题 他还是很详细的回答问题 而且那时候因为我住在学校宿舍 当时学校宿舍是没有电脑的 我住在台中中学校宿舍没有电脑 然后呢而且我每周注意到以前呢 没有周休二日了 以前星期六是要上课的 所以你看我每周呢只有星期六下午 当课运回我苗栗老家 然后呢我就赶快用一下电脑 通常是先睡觉 晚上偷偷爬起来用电脑 然后呢这个晚上用电脑 然后呢星期日的时候呢 又要回去学校了 所以星期日大概是中午了吧 中午的时候就要回去学校 所以我一周呢只有大概三个小时 四个小时的时间吧 就是不长时间不长 然后能够去使用电脑 但是呢我看了胡竹孙所长的这个 即时多工核心程式设计这么说 对我很大气 我就下定决心我要开发作业系统 所以我当时很多很多问题 那我就真的写信给这个胡所长 然后胡所长呢 那就指派他的研究生 一起来回答问题 那让我觉得很感动 那后来这个我应援机会呢 也到工研院担任顾问 然后那个胡所长还特别 特别跟他的所内的这个工研院 所内的人介绍 介绍我这件故事 那所以呢 这个一对一讨论呢 说呢我 不敢讲说我对各位有多大的启发 但是我希望呢 过程中呢可以更加的了解 各位学习的状况 而且即便我们这门课进行18周 很可能你因为某些原因 没办法充分参与 但没关系啊 你可以透过一对一的讨论 让我知道 可以针对你去做什么 一些调整 还有说呢 你很可能是充分投入 但是你总是遇到一些困难 那这些课呢 可能没办法只是做过call review 或是课程中有限的互动 一样没关系 你让我知道 那我看有哪些东西 是我心有余力可以帮助你的 那这门课呢 就真的是百分之五十的分数 是自己打分数的 然后请你不要怀疑 我敢且就敢这样做 然后 那也 也因此请你不要跟我说什么公不公平 这门课 这是让各位变强的 你如何变强 是我在意的事 但是呢 你至于说呢 公不公平啊 或是分数上的 多五分啊 多两分啊 少两分啊 之类的 好 请你不要跟我讲这些事 你除非能够说服我 为什么该给你更高分数 或是你透过你的制品 列出洋洋洒洒的材料 告诉我说 你就是该拿这么高分数 你就公开的写给大家看 你不需要私底下跟我讲 可以吗 那这门课呢 除了刚才自我评分以外呢 还有很多这种特别的设计 那注意到我们这门课呢 不是来找hacker的 我们是来培育工程师的 所以孕育工程师的时候呢 其实沟通是非常重要的 我想如果你有机会去公司实习 你会发现写程师真的只是一小部分 很多时候呢就是沟通 跟客户沟通 跟主管沟通 跟同事沟通 甚至是 把自己的问题在网路上提出来 跟更多的人讨论 然后呢 你需要很清晰的文件赚钱能力 然后你要随时随地准备好这个讨论 你不能说 我知道怎么写 但是我讲不出来 注意到 这样是不合格工程师 我们不是来找hacker的 我们是来孕育 培育工程师 请注意到这件事 所以我就用我心中 合格工程师的这个能力 来要求大家 那这边的校友就给大家做参考 那像这个庄院轩就非常优秀 他是硕士班才开始学习西远程设计 但没关系 起步虽然这么慢 但是依旧可以维护 维护什么 Linus核心的一个子系统 所以这个很酷 对不对 更酷的要是他有机会跟Linus 直接对话 所以这个 事在人为 对吧 然后后面几个同学 像这些去Google的 然后去Microsoft的 去Google 当ASIC的架构师 然后或者说社会人士 我们除了春季班以外 我们今年属期也会开课 所以如果说 你因为一些不可抗拒的因素 导致在2月到6月之间没办法学习 没关系 我们在7月8月 一样会安排课程 当然课程就比较紧凑 跟这次不一样 这次是完整18周的 好 那我们这本课 所有的教材都可以在网上存取 大部分是公开的 有些是没有公开 但是也是可以在指定的地方可以去下载 然后请你关注我们每周的进入表 然后你也去订阅Google Calendar 这本课用的教科书 叫做CSAPP 这本书很棒的地方就是 因为很多同学的基础素缘不足 比方说对计算机组织 对现代电脑的行为 甚至是二进位 不要害羞 很多同学不懂二进位 你会觉得我在鬼扯 没关系 第二周你就知道 什么叫不懂二进位 到时候你可能也是举白旗 但没关系 诚实面对自己 往前走就好 那我们就用这本书 让你重新了解电脑科学 了解这个咨询电脑系统的许多重要的议题 然后最重要的是这些议题 是可以应用在探索Links核心之上 好 那在近年来 另外我们课程做一系列的调整 所以像我们讲的 concurrency 之后我们上次会讲 还有一个lock free 然后这边这个简报 黄色的地方都是可以按 都是超年检验可以点进去 然后甚至会探索Links 程式员 那Links程式员在近期 陆续在Links课程会 会有些应用 所以我们也是及早在做安排 那这边就会探讨叫Type-la memory safety 那除了这一块的话 我们会探讨Links核心的同步机制 这边讲的同步机制 就不是只有什么Semopharmintex 我们会讲到一些很特别 比方说RCU 这些东西真的很特别 以至于你在网上搜寻 你可能找到一堆文件 但是没有一个都看得懂 这是正常 然后因为要了解这些议题 需要非常多的准备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有这门课 然后除此之外的话 我们去探讨这种 如何去设计一个高效的Io的世界模型 然后能够去做一个高效的网页伺服器 资料库啦 这背后 虽然网页伺服器资料库 你听起来好像都跟Links核心没有关 但是背后跟Links核心有非常大的关联 这边一样你可以来探讨这段报告 然后Links核心里面 有很多种咨询安全议题啦 这也是我们在探讨的 那此外的话 我在成功大学的咨询工程研究所 有开门课叫做计算机结构 那在计算机结构这门课 我会去探讨Links5 然后这门课我们也会搭配 所以要不是每个同学 就是有些同学他可能愿意挑战的话 我会让他去挑战 就是让他去探讨Links5处理器 跟他对应的Links上面实作 那今年呢 我们还会再探讨这个KM 讲那些虚拟化技术 事实上你现在用的余端技术背后 其实大部分都是在建构在余端技术之上 所以你可以很容易的建立新的虚拟主机 然后呢 这些虚拟主机 可以很容易的 很有效的去搬迁 在不同机器上搬迁 那你随时可以停止 又再复原 好 那这个一定有同学问到说 想要旁踢怎么办 欢迎旁踢 没有特别限制 但是记得 请你一定要写作业 那如果说你要选课的话呢 一律同意 注意大家 一律同意是有故事 这边就是 有时常会讲这个故事 这故事就是这样 就是 我二十几年前 还是高中生的时候 我除了问前面讲的胡竹生教授以外 我去问了很多大学教授 那我觉得相当幸运的地方是 我多半时候都会得到完整的答复 甚至有些老师直接送一本书给我 比方说有些老师翻译 我资料结果不懂 他就真的从他书下哪一本 说这本书 我真的很感动 那虽然那本书很可惜 就搬家的时候 不知道什么搞丢 找不到 但是我真的很感谢 就是 有大学教授直接送我书 那所以 我获得这么多恩惠 我觉得我现在有责任 把过去这些 获得这些恩惠 然后也比照这些过去老师做的事情 同样对各位 所以 你只要是想学 我们就来 就浪学 那当然 这个退选 就这门课的退选率其实蛮高的 你可能有听过 过往的退选率大概是70% 甚至率高 对没听错 70%的退选 所以同学是早上加选 那下午就把那个加选单丢掉了 因为觉得太困难 但是不管怎样 请你就是认真思考 这是你 有可能改变你在 专业 资讯科技专业这条路的 一个转列的机会 然后请你 不管是选修或旁定 一定要写作业 写作业是主题 然后有同学说 那我选修就好了 旁定就好了 那我 我为什么要选修 对 因为选修压力好大 对不对 如果说你选修的话 你还是可以额外拿到一些好处 第一个就是 你可以存取到 我哈密公开发表的电子书 比方说这门课 我写的电子书 大概200页的一个电子书 然后来做个教材 然后你也可以存取到 我的论文草稿 那就是哈密公开 我们贴在网站上是公开的 但是选课同学 可以拿到非公开的材料 或者说前期的这些程式 也可以给你做参考 然后针对选课同学 助教跟我会挑出来 然后我优先来批改这个选课同学 当然你要足够的付出 你不能只是 对 你只能写两下架 就说老师都没有来做扣留 因为你付出太少 然后除了这以外的话 如果你是选修的同学 我会帮你写技巧信 然后推荐给这些 推荐给这个资讯科技的主管 那一些主管很照 他可以在面试当天决定offer 因为就是 懂吗 档次够高 当天就可以offer 我想都会可能会经历过那种 不舒服的状况 比方说你去某一家公司interview 那就等了老半天 都不知道有没有状况 对不对 但是有些主管就很有gots 而且档次够高 当天就可以 当天就打电话给HR说 这个人要录用 然后问说一个月要多少钱 类似说 所以这个就是选修课 选修这门课同学的权益 当然还有1对1 也是优先对选修课程 欢迎来写信跟我交流 但是请你不要跟我讲说非本科 我看到非本科这件事 我会很困倒 就是没有强度 在这个世纪真的没强度 就是非本科 你的毕业支出往往只是 你本科毕业支出只是 只是少一点被骂而已 然后少一点吃一些被歧视的亏而已 但是其实你懂了吧 就是终于是要做出有强度的东西 最后请你来思考这件事 就是说我们台湾的资源科技 曾经有一段时间是领先亚洲各国 然后在世界上都是非常领先的地位 当然我们现在还是有很多技术 比方说我们的TSMC 我们的联发科技 对不对 都是世界有的公司 但是整体来讲的话 我们还是身处于科技殖民地 所以只要是科技殖民地 就只能做代工仿造 代工没有错 是代工仿造 代工如果你像台积电做到世界一流 这么有话说 但是仿造是什么 仿造就是别人的标准那么高 你就用更少的材料 然后做出一个可能六成七成 更差的 这就是仿造 那就显然就只能拿到辛苦劍 这个绝对不是我们想乐见的 尤其是各位在国一大学 我们就需要真的把这种基础研究 我们讲的基础研究 并不是要发出多少论文 而是真的是 比方说练死核心哪里做不好 练死核心哪里有欠缺 或说你练死核心的关键 学懂之后 我怎么运用在其他领域 这就是 这就是什么 就是根本 所以我希望呢 在这过程中呢 你再去探讨 就说 你对这个世界可以有 不要说很远影响力 你对这个世界呢 可以不是只是一个围堵的 不是一个旁观者 你是可以真正做一个工程师 然后动手 改造这个世界 你是可以做到这些事 而且你现在就有一个很好的基础 叫令人核心 令人核心就是一个舞台 让你去掌握它 但是呢 这个就需要 就是需要步步为引 量力而为 逐步的去执行 当然这个课 一看对人家也很困难 好 没关系 我们就想怎么往前走 怎么继续挑战其他一体 好 那